我任務是主持人 然後就是等一下我們的順序就是 那個心儀先報告 然後之後佛哥再來報告 那剛才走在路上去吃麵 就有一個機車騎士帶安全帽衝過去 之後馬上轉頭 更生人喔 你就知道這個更生人的旋風有多麼的恐怖 那我們今天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鄭信哲嘛 鄭信哲是一個死刑冤錯案 那由我們費死聯盟跟那個平原會 一直在三年前就開始一直在營救 那今天就是豐哥 親自到這個台中看守所 他不是為了阿扁 他是為了鄭信哲 然後到看守所看鄭信哲 那就是說 等一下也是就是說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那林心儀這個 我要怎麼介紹他呢 就是說你們知道張捐芬嗎 張捐芬是一個作家 他有一次他有談到 就是說台灣的費死運動 可以有很多人 比如說我們這種小咖的 楊書麗什麼之類的 但是 因為那個血骨男龍 法律師傅所是我們師傅所 那這裡有一個楊書穎律師 是我們師傅所律師 他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 因為我感冒 剛才叫他把衛生紙拿過來 所以他只好坐在這裡 他非常無奈 好 那就是說 就是說 那我剛才看到很多的高中生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感動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朋友有修 結果都去看三集片 沒有人會說要來聽演講 我怎麼聽 聽費死聯盟之運場 我跟演講講 你快管 怎麼這樣 就是說 這個時代的變遷 時代不停的進步 真的非常的感動 那林心理說實在的 台灣的費死運動 不可以沒有林心理 不可想像 你能夠想像說 他當任費死聯盟指運場 每次有什麼案件發生的時候 人家就一直咒罵 說實在的 如果人家 我的臉書上面 也有人 會在我談論費死的時候 他會一直咒罵我 私訊 我會寄那個屍體的照片給我看 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他也有罵寄給我老婆 因為你的臉書會顯示你老婆 他就在寄給他老婆 你老公就是在做這種事情 什麼之類的 一直罵一直罵 你知道嗎 可是後來 你開始的時候 你會很害怕 後來之後 你會發現說 譬如說 我在辦黃仲秋案 辦觀察案的時候 同樣一個人 他會一直來跟你鼓勵 你做得很好 真的太好了 一定要怎樣怎樣 我就想說 這種人真的是 對師不對人 真的 好 真的好棒 後來就覺得 比較沒那麼害怕 那林欣宇他的承受壓力 那真的是 難以想像 就是說一直 一直承受這樣的壓力的情況之間 所以還是不斷的服務前進 本來廢死聯盟 你知道三年前 廢死聯盟幾個人 你知道嗎 一個 在德文叫 烏尼翁 就是像 歐洲聯盟 那廢死聯盟是 四個人 那你才有幾個人 十二個 太多了 兩個 三年前 廢死聯盟 有兩個人 經過三年的努力 現在 著裝到幾個人 四個人 好多 四個人 人家知道 多麼的了不起 而且受到歐盟的補助 那我們現在 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 臉死聯盟執行長 林欣宇 謝謝你講 這就再由 馮哥來語談 然後再來 再讓大家問問題 OK 你可以挑戰他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那個 今天我感覺到 青春洋溢 你們這群搖滾區的 讓我覺得 那個 很有希望 跟閒事的感覺是一樣的 那 我叫林欣宇 然後 我是FACE聯盟執行長 那 事實上FACE聯盟 在2003年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跆拳會 然後民間思改會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學校裡面的人權中心 所組成的 那一直到2007年 我們才有一個 第一個工作人員 那可是在2004年到2007年 那時候你們還太小 但是 我們那個時候 事實上就已經有很多的活動 包括我們辦一些 例如殺人影展 然後一些演講的活動 然後 雖然那個時候 全部都是志工 那 因此 剛才大家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每個人講說 我是志工 我是哲武的志工 那我都覺得說 你們可能 接下來 我不曉得哲武要不要成立一個 呃 組織 還是你們就是一個組織 可是你們絕對有可能 可以成為那個 哲武的執行長 或者是其他的團體 因為很多人 的確都是從志工當起 那我自己的經驗就是這樣 我從2003年 呃 開始 那時候我在民間思改會工作 然後 我就加入了FACE 然後成為志工 然後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到2007年 我們終於決定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專職的工作人員的時候 然後 那個時候 並不是因為我最優秀 然後 所以大家說 欸那林欣寅 我們選你當執行長 而是因為那時候 都沒有人願意做 所以我就 當了執行長 然後很多人都說 執行長這個 拆頭很大 就是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可是FACE聯盟 就一直是 那時候只有一個工作人員 所以人家 而且那時候 我們沒有辦公室 然後那個 大家都期待 見到一個很體面的執行長 可是每次我去開會的時候 就是 很時常 他們就會 比如說 我陪著外賓去開會 或者是我們有翻譯 比如外賓有隨 有隨行的翻譯 然後可能 法務部長 或是那個 法務部裡面的那個官員 他們就會看著翻譯 跟他握手 說執行長好 然後我就很尷尬的在旁邊說 欸我才是林欣寅 因為那時候可能 大家還不是很清楚 好 那所以 我覺得 非常開心 就是雖然我們很晚 才決定我們要有 這一場的活動 但是 卻有那麼多人願意來 那 那個時候 我們只是因為 我跟馮哥 我們要去看正信澤 就覺得都已經來了台中 但是 就這樣回去 很可惜 而且我相信 以馮哥的知名度 一定可以吸引到很多人 來聽 來看他 然後順便聽我們講Face 所以我就問周密說 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場 那果真我的那個陰謀是成立的 所以你們今天大家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我大概講二十分鐘之後 你們就可以聽到佛光源講話 但是不准睡覺 因為如果說你們睡著了的話 那我會叫佛光源等一下講少一點 好 那 好 看這一張好了 那個 我要再次感謝台灣的社會大眾 因為我覺得Face聯盟真的非常受到台灣社會的愛戴 那每次不管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事情 總是會有人說Face聯盟出來面對 那請Face聯盟給個說法 感覺上好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都是Face聯盟的錯 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也試著我覺得我為什麼會設定這個主題 是因為如果我們要談死刑存廢 我們可能談不完 但是我設想我想把它限縮到一個比較小的範圍 我們不談死刑存廢 我們談一般民眾最時常拿來說的 或者是說我們的政府最時常拿來說 我們不能夠廢除死刑的幾個理由 一個是民意 一個是要有替代的措施 那為什麼我會限縮在這 今天希望聚焦在這兩個主題 的一個很主要的原意 也是從那個馮光雲也大哥 他那時候在競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我覺得給我的一個啟發就是 他雖然是候選人 然後可是所有的媒體都只關注 兩大候選人 但是他還是非常努力的 把他各式各樣的台北市政府的政策 給提出來 而且他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就試著想說 既然我們台灣社會覺得 什麼事情都是費死聯盟 應該要出來面對 那感覺上好像我們才是那個法務部長 或感覺上好像我們才是那個 坐在總統府裡面的人 因此我就試著想要以政府的角度 來想想看說 那如果我是政府 如果我是法務部部長 我們如何在現在的這樣的一個架構下 來談死刑存費的問題 以及如何達到那個目標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那我們可以來談民意 以及替代方案這兩件事情 那回過頭還再來看 就是我們事實上在去年 去年12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辦了一個鬼島生與死的 國際研討會 裡面我們試著就想要 要釐清這些問題 那我知道就是 可能大家是沒有機會參與到的 可是我們的所有的資料 包括論文 然後也都在整理當中 所以很快的你們可以在網路上面 看到這些 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 去了解到我們對於死刑存費的看法 以及各項的爭議 然後有一些理論的基礎 當然有一些實務的基礎 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去了解的話 那你可以上費死聯盟的網站 或者是你可以訂閱那個廢話電子報 我想問一下 這裡面有誰有訂閱廢話電子報 請舉手 好感動 竟然又不是你 大家知道我為什麼叫廢話電子報嗎 就是很多人講說費死聯盟講的話 當然就是廢話 我們承認 然後我們也有點覺得 好像在台灣的這樣的環境之下 有點像是狗廢火車 很困難讓別人聽到 但的確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是盡量的想要 跟所有的人來分享我們的想法 好 然後你可以訂閱電子報 那裡面每一篇都非常非常精彩 我有帶一份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會議的手冊 但是我沒有辦法給大家 不過就是如果有興趣的人的話 可以上網去看 那我今天想要報告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國際研討會裡面 就是由薛亥元教授 他所主持的一個調查 就是台灣民眾對死刑的態度 與相關價值的一個調查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調查的一個結果 在過去我們一直有一個假設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你支持或反對死刑 我相信或者是你對死刑還在糾葛當中 還在遲疑當中 我想我們對於台灣的社會 都有一個共同的期待 即便我們對死刑的態度不一樣 那就是我們想要 希望台灣社會變得更好 沒有人會希望台灣社會變得更不好 或治安變得更不好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不同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那時候的想像 就會覺得說完全取決於 我們對於死刑的知識到底有多少 我們到底有多了解死刑 那看到了更多的資訊之後 大家會不會改變那個態度 跟改變那個想法 那過去當然有很多的民意調查 因為我們的政治人很喜歡講說 那民意就是支持死刑 但是民意就是支持死刑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我們想要用一個比較科學的方式去理解這件事情 理解這個現象 那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去 去設想說我們要如何去推動廢數字型 所以我們就在2013年到2014年的時候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這個調查是委託中央研究院的調查中心所做的 那個中理之前曾經在中研院工作過 那中研院的這個調查中心 它大概是台灣就是最頂尖的一個研究調查的中心 那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要跟最厲害的一個團隊合作 然後我們的正式問卷有104道題目 因此它不會是像你們有時候可能發生一個重大刑事案件 可能就會有一個網路調查 或是有一個媒體調查 就打電話問你說 那請問你支持或反對死刑 然後很多人就說我支持死刑 因為它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跟隨在一個可能非常極端的案件當中做的調查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我們是不是 我們希望從這個調查當中 不僅僅只是單純的知道你對於死刑太多的看法 我們還很想知道說 譬如說區域 然後譬如說你們一些背景 然後包括一些你對於人權的想法 人權的態度 會不會影響到你對於死刑的看法 所以有104道題目 它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問卷 那大家要花二三十分鐘才能夠完成 然後我們是面對面的訪談 二十歲以上的台灣公民 所以我們完成了2039份的問卷 那這樣的問卷的一個調查 就是它是符合我們在調查方法上面的 性度跟效度的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非常粗糙的一個 隨機的一個問卷的調查 那它的抽樣是完全符合台灣的人口的一個 樣貌的一個抽樣的一個調查 好 所以然後我們當然問了104道問題 當然包括一些基本的背景 但是我們很核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是否支持廢除死刑 那贊成廢除死刑 支持廢除死刑的有12% 反對的有85% 然後我們很多人看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就說85% 事實上85%並沒有超過我們的預期 因為一般來講大概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但是我看到贊成廢除死刑有12% 我就想說比馬英九的9.2%還高耶 好 然後如果我們直接問這樣的問題的話 就是你可以記一下就是12跟85%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長期 贊成跟反對死刑的趨勢 你可以看到是我們維持在很一般平均就是七八十 甚至有些曾經有做過一個調查 是針對司法官的調查 有90%的人支持死刑 所以你可以有點有趣就是說 在國外可能都是法律人反對死刑 但是在台灣曾經有過一份問卷調查 可是那當然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那個問卷調查是怎麼做出來的 這是我們每次在看問卷調查 或是你在報紙上看到民意調查公布的時候 你總是要問說他是怎麼做出來的 然後當然就是支持的人大概也都不高 那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所以我剛才講說我們看到那個答案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非常非常的壓抑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我剛才講的就是我們有一個設想是說 如果你更了解死刑 如果你更知道死刑的樣貌的時候 會不會對於以死刑的態度有所改變 因此我們那時候在設計問卷的時候 我們跟中研院的就是一位楊 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一位楊老師 然後他是 就是當然曲海雲老師是這方面的頂尖專家 那另外一位老師他們都是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 我們有104道問題 如果我們把你支持廢除此刑嗎 放在第13道題目 就是所有的兩百兩千多份問卷 所有的雙數的問卷都把這個題目放在第13題 意思是說我問完了你的基本資料之後 我就馬上進入直求對決的一個狀態 然後贊成加強烈贊成的有10% 然後反對加強烈反對的有88% 因此比我們的平均值 就是我剛才大家講的12跟85 是更傾向於支持此刑 反對廢除此刑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題目放在第100題 第100題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題目都一樣 只有在順序上面做調動 意思就是說我可能問完你人權的問題 我問完你對於各式各樣的情境的一個案件發生的時候 你要判什麼樣刑罰的問題 我問完了各式各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開始稍微的 不是那麼的直覺式的反應死刑問題 而是曾經稍微想過 他可能只差15分鐘左右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沒有提供你更多資訊 因為我們的問卷是很中性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提供你更多的訊息 可是即便是這樣 贊成加強烈贊成的是15% 反對加強烈反對的是82%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經由題目的調動 他就有6%的差別 有增加了6% 就是有6%的差異是傾向於更支持廢除辭刑 那6%事實上在統計上面是有一個顯著的效果 它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它是必須要被解釋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我剛才前面講的 如果你更了解 有更多的資訊 你會不會改變你的看法 好 那同時 我們除了問說 直求對決說你支持廢除死刑嗎 我們同時還設想到 就是說如果我有替代措施的時候 大家會怎麼想 那我們現在討論死刑 一個最爭執不下的是 我們沒有替代措施的想像 我們只有支持或反對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在一個政治狀況最不好的狀況之下 拿它出來作為一個轉移焦點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思考 但是如果有替代措施的時候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那所以我們問了一套 我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是否支持以終身監禁 不得假釋作為死刑的替代方案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整個家總來說 支持的有40% 反對的有35% 強烈反對的有20% 那當然就是做一個運動者的話 你當然可以說 那整個家起來 反對加強烈反對的是55% 那還是超過一半 但是我來看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欸強烈反對的只有20%欸 那我們還有機會去做說服的工作 如果我們可以理性討論的話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選項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就立即的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支持死刑 事實上狀況不是這樣的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 我們再問了一套問題 就是說 如果將死刑廢除 然後並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再加上受刑人必須在監獄中工作 以其所得補償被害者家屬 你支持這樣的措施嗎 以及更進一步的一個替代措施是說 如果廢除死刑 並以終身監禁取代 但允許表現良好的受刑人 在服刑25年之後可以申請假釋 並且再犯率極低 你支持這樣的措施嗎 好 你可以看到當然 他不像我們說 支持 反對廢除死刑的5% 85%那麼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 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作為替代措施的話 贊成的人有71% 如果說以25年之後 可以作為假釋的狀況之下的話 贊成的人有41% 雖然這兩者加總 反對跟強烈反對 加總起來還是高於41% 但是強烈反對的人是 比較少的 還是只有17% 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一步驟一步驟的去拆解說 如果我有替代措施 而且那個替代措施 不是大家想像當中的那樣的 我等一下我下一步我會解釋替代措施 所以我更會多解釋一點 兩者的意涵到底是什麼 我只是要告訴你們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更多的資訊 如果我們有替代的方案 民眾是會改變他的想法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作為一個政府 作為一個決定政策的一個政府 我們想像中 當他們在談到死刑存廢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總是會說什麼 他們總是會說民意支持 但是他們不提出替代的方案 不討論這個刑法裡面的問題 我現在可能不會講到 冤雲或許等一下冯哥會講到正性責案 或賢治會講到正性責案 他不去談司法裡面的問題 他只單純的就是很簡單的告訴你說 就是民意要死刑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民意的時候 人民是願意在有一個政策配套措施之下 去做改變的 那尤其是我覺得很有意思是說 台灣事實上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是一個 還沒有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家 有沒有人聽過兩公約 聽過兩公約的舉手 OK 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 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那這兩個公約事實上是 在世界上面非常基本的一個人權公約 最低的人權底線 它並不是一個高標 它只是一個低標 只是以前台灣 由於我們自己的國際狀況 我們沒辦法簽署 但是2009年的時候 我們用施刑法的方式 我們通過了這樣的一個法律 因此代表著兩公約是台灣的一個國內法 你必須要去執行它 那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六條裡面 它規定 它並不是規定說立即廢除死刑 它規定說長期的目標是要廢除死刑 那你要把死刑限制在最嚴重的犯罪 最少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同時你不能夠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六條沒有規定說廢除死刑 而去延遲你對於死刑的廢除 因此它整體的解釋來講 就是台灣要朝向廢除死刑的方向走 所以你會覺得說我們的政府 是一個很矛盾的政府 一方面馬英九他在2009年的時候 他說我是一個人權總統 我要通過人權公約 但是他卻沒有在任何的行政上面 去想辦法往那個目標前進 這是我們覺得很有問題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我剛才給大家看的題 看的這些問卷的資料並不是全貌 但是我們即將會把整份的問卷調查報告 上網跟公布 你可以看到更詳細的一個訊息 但是整體來講我們的研究發現 就是說強烈反對廢除死刑的名義一直不到一半 事實上我剛才看到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七 那如果我們曾經有一個問題在裡面說 如果我們告知說無辜者曾經被處決 所以那時候反對廢除死刑的比例還會降得更低 如果我們加入了冤案的因素告訴他們說 我們的司法制度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大部分人都不太相信台灣的司法 然後也相信台灣的司法判決死刑會判錯 但是支持死刑 不過當然就是如果你告訴他有冤案的狀況的時候 那個比例會降低的 然後我們覺得政府不應該在民眾知識不足的狀況之下 輕易的相信民意 有時候民意好像是一個政府的一個很便利的東西 就是他想用的時候他就用 他不想用的時候他就不用 那個反核的民意那麼的高漲 他就說沒有我不要聽從民意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對比 然後再來就是政府也不應該在民眾對制度的公平性 有所懷疑的情況下 接受支持死刑的民意 我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一個決定要朝向廢除死刑邁進的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應該要有的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好再往下看 政府的責任就是事實上在我們的問卷裡面 還有一題題目是問這個 然後就是犯罪的事件的發生 不只是犯罪者自己的問題而已 也是社會或者政府的問題 85%的民眾是支持這樣的看法的 因此就是雖然有強烈的民意要求政府 就是因此是你要這樣解釋 其實就有強烈的民意是要求政府不應該 僅僅依賴殘忍不人道的死刑 而是應該要提出更完善的政策 改善犯罪的控制預防偵查 以及相關的一個處罰 所以當我們在看待民意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容忍我們的政府 就是這麼的簡單的來看法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有更多的人希望政府付出責任 但是每次遇到了一個司法問題的時候 我就想說到底法務部長是 就是當很多人打電話來說 我們應該要負起責任 我們要提出一個說法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大家不以同樣的力道 打電話去問法務部說 那你們到底提出了一個什麼樣的政策 讓台灣的社會更安全 除了死刑之外 所以我前面就是一個針對我們死刑存廢的一個制度的一個很簡單的說明 我用了18分鐘 所以我預計還可以有大概有將近10分鐘的事情來談 那個所謂的替代措施的這件事情 好 那事實上我們去很多人在問說 就是我剛才講的 到底政府的責任是什麼 那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我們是在2006年的時候才改名叫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然後我們在2006年之前 我們叫做替代死刑推動聯盟 因為那時候2003年在討論聯盟成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個福大的教授雷頓和神夫 他就說如果我們叫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大家一定會覺得好像死刑犯就要立即的被放出來 然後大家好像就是會立即的面臨說死刑犯在街上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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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 然後可能會有生命財產的安全 他覺得叫廢除死刑大家立即有這樣的連結 事實上這個反應到後來還發現還是存在的 就是你只要一講到廢除死刑 大家好像就立即就覺得說這些死刑犯不用受到懲罰 或是你看媒體報道他們就會講說這個判決不公平 因為他沒有被判死刑 講得好像說他沒有被判刑 可是事實上他可能被判無期徒刑 或者他可能被判25年或30年這樣的一個刑罰 好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我們200 可是我們為什麼在2006年的時候 我們會改變我們的名稱叫做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是因為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台灣廢死的歷史 更早一點我們不要談 就是事實上在1990年代可能有一些案件 包括唐公神 包括馬曉莉的案件 然後那時候跆拳會就曾經有組成一個類似像廢除死刑 這樣子的一個聯盟一個平台 但是一直沒有持續下去 一直到2003年的時候我剛才講 FACE聯盟成立 替代死刑推動聯盟成立 那時候我們是因為徐志強案的經濟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才成立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採取了雷頓和神父的意見 我們就覺得說好那我們就要替代死刑推動聯盟 然後簡稱替死盟 然後果真我們就當了好幾年的替死鬼 因為你可以看到2000年的時候 阿扁總統說他在第一次政黨輪替 然後他說他的人權的一個政策 是台灣要朝向廢除 他提出的人權白筆書 裡面就有提到就是說朝向廢除死刑 這個方向走去 然後到2006年開始到2009年 台灣有四年的時間停止死刑 執行 然後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有一個說要朝向廢除死刑推動的一個總統 然後之後陳定南部長也說 三年之內要廢除死刑 當然後來沒有達成目標 所以說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那我們至少會在政策上面往這個方向走 至少會提出政策告訴我們怎麼樣比較好 或是可能會定下時間表 但是結果卻不是這樣 然後每次我們好幾次跟法務部的官員開會 他們就會覺得說 廢除死刑要有替代方案阿 那替代方案要提出來之後才能討論廢除死刑阿 那替代死刑推動聯盟 你們應該要提出比較好的替代方案阿 那我們才可以討論阿 我在想說到底是誰零政府的錢 2006年的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專職的工作人員 每一個人都是志工 當然我們可以提出 我們對於替代死刑方案的想像是什麼 那我們可能也可以提出一些比較一般性原則的建議 但是當你要改變一個政策的時候 你必須很依賴的是那個司法行政 就是你要去理解說 你要如何從這個制度過渡到那個制度裡面的那種安排 也就是說你可能必須要非常的了解 例如你必須要了解監獄的配置的狀況 然後你可能必須要了解說 如果我們改變了一個方案廢除死刑之後 我們會不會增加監獄的人力 我們會不會增加所有的預算成本 那個東西是一個很專業的一個考量 那廢死聯盟我們很難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會覺得說好像一直卡在那裡 因此我們就討論說 既然這樣 那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廢除死刑 因此我們是不是就直接改名叫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那是那時候改名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但是針對替代死刑方案這件事情 你說廢死聯盟有沒有一個官方的立場 我必須要說目前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在去年的國際研討會 一直到今年我們跟那個 要憲政草案 公民憲政草根論壇 我們試著想要用公民審議的方式來討論 終身無期徒刑 但是有假釋的機會 或者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機會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刑罰是 比較好的刑罰 好 那我剛才前面在講就是說 因為你不了解死刑 所以你會接受死刑 某種程度我也會覺得說 因為你不了解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因此你會支持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很多人反對 事實上在目前來講 很多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 並不採取 少數的國家才採取 所謂的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作為替代措施 那大部分國家的無期徒刑 都是在一定的年限之後 有可以審核假釋的一個機會 或者是有一些國家 他可能沒有確定說 不會規定說 二十五年或是十年 或是十五年 或是幾年 但是他可能會用一個方式 譬如說法官在宣判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人你可能被判無期徒刑 但是我覺得可能在十五年之後 我要來重新審核你的 你有沒有可能回歸社會的一個狀況 每一個國家狀況不一樣 但是用終身監禁 就是絕對的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作為替代措施的一個國家 是非常非常少數的 在廢除死刑的國家當中 大部分都有一個機會 那這就是回過頭來看說 我們對於刑罰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那很多人支持所謂的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一個原因是說 因為它更可怕 因為它更殘忍 因為它讓那個受刑人受到一個更大的一個 一個更嚴厲的一個懲罰 所以它支持 但是我要問的事情是說 那這真的是我們對於刑罰的概念嗎 我覺得支持廢除死刑的人很難推延到說 你是支持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 真心支持那個生命的那個概念的話 那所以我給大家看幾個案例 當然目前是歐洲的案例 就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曾經在1997年的時候宣布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是違憲的 這個是邱賢志的專業 因為他留德 好 那他們說如果不加以考慮囚犯的個人發展 並要求他放棄所有重獲自由的希望 這就是對人性尊嚴的攻擊 然後在2013年一個比較近的一個判決 就是因為英國是少數歐洲國家 還有完全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一個制度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 他說是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的 因為每個囚犯都想有自我改正的一個機會 那我有機會到台灣的監獄裡面去看過去參訪 然後我也有機會到德國的監獄去看 然後也有機會到日內瓦的監獄去看他們的監獄 給我的一個印象是 事實上我覺得廢屬死刑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我們今天有在講監獄人權事實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因為你如何想像這個社會的共同體 你如何想像你要如何面對這個社會犯錯的人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應該要思考的問題 那的確那時候我記得2008年我到德國去的時候 每一個監獄的典獄長大概談到的事情都不是懲罰都不是矯正 而是都是談到人性尊嚴 然後譬如說我舉幾個例子你們一定會有人講說天啊 就是怎麼會這樣 因為譬如說我去日內瓦看到他們監獄的時候 比我大學的時候的房間還好 這是真的 那而且他們可以選擇你要住單人房或雙人房 或是跟群居 我本來以為說是不是 比如說像台灣的概念一定是說你關了越久 你有越高的這種你是四級三級二級一級 你越高級的受刑人 分數越高的受刑人 你可以選擇要住哪裡 你可以就是決定你要住單人房 就有比較好的一個待遇 他們說不是他們就是讓大家選擇 大家是一樣的 因為有人喜歡獨居 但是有人喜歡跟大家在一起 但是他們都會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好那隱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們雖然是在監獄裡面 然後他們有自己的抽屜 然後他們抽屜有上鎖 可以上鎖 當然管理員你是可以有一個鎖式 打開所有的門的 這是一定的 可是他們可以上鎖 是因為他要保留你自己的隱私權 你跟其他的受刑人之間的一個隱私權 所以他們絕對不會有 像我們是在監獄裡面 你的廁所就在旁邊 然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你上廁所 像這樣的狀況洗澡 這樣的狀況是不可能的 這是很難想像的一件事 德國狀況也是這樣 我就問他們說 那你們怎麼達成這樣 他說很多犯罪的人 如果你大家回想 85%的台灣民眾都相信說 一個犯罪的發生 不會單單只是犯罪者自己的事情 可能跟社會 可能跟政府 當然自己要負責 可是都是有一個連帶的關係 那他們就會說 一個犯罪的發生 通常都是因為人性尊嚴的喪失 他沒有辦法得到一個人性尊嚴的生活 他沒有辦法得到一個人性尊嚴的對待 因此他犯罪 如果我在監獄裡面 我沒有辦法用人性尊嚴 用恢復他尊嚴的方式去對待他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期待他以後出社會 他會成為一個有尊嚴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們對於監獄的一個概念 是跟我們很不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就問說 那這樣的話你們很花錢啊 就是你要叫回他 你要給他更多的空間 你要給他尊嚴 你要協助他重新回歸社會 這是一個很耗費資源的工作嘛 可是他們就講說 可是這些人總是要回歸到社會 如果我不希望他重新再犯的時候 我寧願把錢花在這裡 我也不要把錢花在後續他們出獄 他們沒有辦法融入社會 沒有辦法做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然後再犯再進來 那這就是他對於社會同伴 對於每一個人的想像 或許跟台灣有一點點的不太相同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要講就是說 終身監禁不得假 事實上這是那個Roger Hood的文章 他在我們的一篇論文 就是他在國際研討會裡面的一篇論文裡面寫到的 他說終身監禁不得假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這樣的事情 就是法院法庭有必要在良行的時候就公開宣布 犯下可判罪行的這個人 必須完全失去從我自由的任何一點希望 不論他在餘生之內會不會改變 這不僅是抹去改變的動機 甚至促使犯人永遠無法改變自己而達到釋放的一個標準 事實上我不曉得大家對於台灣司法的理解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台灣在判你有罪無罪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我們有沒有用科學的鑑定 到底我們有沒有行求取得自白 這是一個問題 因此有冤案的一個發生 好即便在不是冤案的狀況之下 你在良行的時候 你如何去評斷一個人 如何去考量一個人 那我們台灣是用一個非常非常粗暴的一個方式 過去的判決大概都很少會寫到判決 會說我為什麼會判這個人死刑 我為什麼會判這個人無期徒刑 我為什麼會判這個人25年 當然他們會寫理由 他們就會說這個人罪無可患 然後最大惡極 然後有永久與世隔絕之必要 類似這樣的作文 可是有時候你會看到無期徒刑的判決 大概也是這樣的作文 那你沒有很多實質的判斷來協助你理解說 為什麼這些人 有永久與世隔絕之必要 那我記得以前 詹芬他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問大家 就是說 一個法官 法官是人不是神 一個法官如何知道 在判刑的當下知道說 這個人在十年 在二十年 在二十五年之後 完全沒有改變的可能性 你怎麼會知道 你的十年二十年之後 你會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或是你會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大家都會成為更好的人 就是你如何 法官用什麼樣的資訊跟線索 來判定這件事情 因此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刑罰 可能是 我們同時保有了 這個人有可能 他如果無法悔改 不管是 他自己 就是各式各樣的狀態之下 他沒有辦法回歸社會 或者是因為病態的關係 而無法回歸社會 我們保有一個可能性 是他可能真的 不會終身監禁 永遠被關在監獄裡面 不能出來 不能危害社會的人 這樣的一個刑罰 但是同時又保有一個可能性 是我們對於人性的一個信心 我們覺得說 我們有可能 用一些方式 讓這些人改過 當他達到了那樣子的一個期待的時候 我們會願意重新 就是接納他回歸我們的社會 就是我們到底要採取哪一個刑罰 的一個想像 事實上 大家可以從我的 我盡量想要中立一點 可是大家可以從我的分享來看 我的確是 比較反對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 那我覺得我們要做監禁改革 但是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 當然有人會講說 有人會覺得說 既然民意調查來講 就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很容易可以作為替代的一個措施 但是我會覺得 當你接受了這樣子的一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台灣目前是沒有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 我們台灣目前的狀況是說 你在2005年之後改變的吧 就是在過去是2005年之前是 無期徒刑的意思代表 你可能十年之後就有假釋的機會 那大家當然覺得很可怕 無期徒刑不是無期耶 它是十年的意思 那在過去的平均值來講 無期徒刑不得假釋 平均是十三年左右就可以被放出來 所以大家當然會害怕 但是2005年之後 刑法改變之後 我們是25年之後 有假釋 才有那個假釋的那個機會 那我要講這個是說 就是你這個樣的制度 是不是更符合 我覺得更符合人性一點 就是你讓他有機會 你讓他有希望 然後你讓他有改過的可能性 說實在的我看到很多的 因為從2010年以後 台灣都陸續地執行死刑 我就看到媒體有一個很矛盾的一個報道 媒體可能會希望執行死刑的時候 他就會說 這個人他曾經犯的惡行有多壞多壞多壞 但是一旦死刑執行之後 你又突然冒出了很多新聞說 這個教委師說他在監獄裡面已經改過向善了 他做了什麼好事 他信了佛 就是這不是一個很矛盾的一個狀況嗎 我們把一個最壞的人 他在犯了錯事的時候 把他抓進監獄裡面 好不容易好像他看到了一點希望 一點曙光在裡面 不管怎麼樣 他有一點悔悟之後 我們在他變得最好的時候 卻決定要執行死刑 把他殺掉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自己的否定 對這個台灣社會的一個否定 那我想我花了30分鐘 所以我很抱歉 我就先結束在這裡 看一下 好我先結束在這裡 然後我們先讓馮哥講完之後 我們可以等一下有多一點的討論 跟多一點的互動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非常精采的這個演講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這個能夠做這個工作 長期的這樣的 這個又不求回報 實在是非常感人 所以李靜宇對我提出任何要求 我都不會拒絕 真的 他說他今天要靠谷 我本來 不是 我在臉書上有很多的邀約 我都給他無視 你知道嗎 假裝沒看到 易度不回這樣 但是李靜宇跟我講什麼 我都一定會做到 那接下來就是請馮哥來語談 我是真的是覺得 馮哥是我們 比較年輕一點的人 的偶像 因為 說實在的 我們談那麼多 就是社會改革或什麼 但是重點是說 到這裡有什麼改變 就是公民要積極參與政治的行動力 那現在就是說 年輕人 或是說因為政治被搞臭搞髒之後 很多人 哎呦怎麼那麼 這麼抬高 那就 不想要接觸 但是馮哥就是以身作者 那甚至在他的競選活動裡面 他一段的去宣揚他的理念 不是說 參選就不要談事情 不要談同性戀的議題 那甚至他出獄的時候 他幫我們提到的正義則案 真的是非常 非常感謝他 那讓我們熱烈的掌聲 歡迎馮哥 馮哥 好 好 年紀大了 不能跟人家在 擇武不管是擇武或是非星期五 都是習慣 都是要自我介紹 那其實主講的人也要 就是在這邊講話的人 也不能免書而介紹一下 我是馮光月 我住台北市 運氣不好 碰到人渣的時候 會住到桃園歸山 沒辦法 人生嘛 那 那當然 今天 跟馨儀我們去的這個 這個 台中看守所 探視一下 曾馨哲 那曾馨哲這個案子 大家其實 都應該很清楚吧 就是所謂的殺警案 其實我會很難過的是 像去年 不是發生了台北的那個 在那個 華納威秀附近 不是有一位下班的警察 去那邊 就是好像喬事情還是怎麼樣 還是我也不知道 Anyway 他在那邊 被一群這個 黑道分子 用非常殘酷的手段 就是說 而圍毆致死 那 這件事情 一個最快的一個行動 我們就看到了 警方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幾乎都捕了所有的參與的人 然後好像 隨後就馬上就起訴了十幾個死刑 那 那 警方 我相信 也是用 類似的整個的思維 在處理正行這案 因為 因為在裡面發生意外的 當然 在正行這案裡面的這位 遇難的警官 他是在一個槍戰裡面上升的 他是執勤的時候上升的 那當然就是說 他的這個 所有 involved在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犯罪的行為裡面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下殺手 那其實到最後都得到非常嚴重的這樣子的一個懲罰 正行哲 那他就是其中這樣幾個例子 可是 讓我們看到的一個非常難過的就是 還是在諸多的這樣子的死刑的判決裡面 很多是根據他的所謂的紫白蘇建河案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當然就是說 當年蘇建河案跟後來發生的 就是說空軍 這個 那個 那位 那位年輕人叫什麼 江國清 對對對 江國清案也是一樣 很多發生 當這樣子的案子發生的時候 那這個司法體系 總是用他們的那個思維 認為說 就是殺人償命 也不去真正追究 是不是這個人殺的 我們先就說 我們先談到司法體系裡面的一些事情 那他們認為復仇是一件 就是說他們認為應該要 考得所謂公道的一種唯一的方式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面 其實我們看到 鄭信哲就這樣子 就是多少年來 因為他的自白 那估計不論這個自白怎麼來的 然後他就一直做到現在 然後幾次在生死之間徘徊 那對於任何 對於所謂人權 人道 有比較清楚 比較文明一點 這種想法的人來講 死刑 這件事情到底 到底是不是我們 在整個所謂的司法懲戒制度裡面 要有的一種做法 其實當然就是說 其實像欣怡剛剛講的 以台灣為例 主要還都是主張 要以死刑來作為一種討公道的方式 那根本也不去論他 那這個所謂的死刑本身 另外一種殺人的這種設計 是不是符合一種人道的想法 那當然兩公約這種事情 已經牽扯到很多所謂的國際公約裡面去 那在世界上面 其實歐洲國家是比較 向來是在文明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比較走在前面的 所以他們對於死刑這個事情 比較有一些開明的 比較人權導向的 非常人道的想法 台灣要往這樣子的一個境界走 其實我相信還需要很多的時間 曾信哲的案子 讓我們其實有了一個機會 再來審視一下 蘇建合的案子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case 讓台灣人針對判死刑這件事情 就是說由公權力去持奪 某些人的生命這件事情 其實去做一個很好的解釋 蘇建合案 因為有太多的公道的正義人士奔走 堅持 所以到最後他們三個人放出來了 我今天看完正信哲的時候 我就突然問欣宜 我說欣宜 我說 蘇建合他們有沒有來探訪過正信哲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 從鬼門關前面走過的人 他們完全得到他們的清白 然後雖然被關了很多天 國家也賠償了他們很多的錢 那當然錢不能夠換去 這個失去的這個自由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問說 如果今天蘇建合他們來探視正信哲 那是不是會更有意義呢 欣宜跟我說 其實當年蘇建合他們判罪的時候 最後確定的時候 他們其實有來看正信哲 在政立軍立法委員的帶領下面 還有誰 羅秉承律師 還有羅秉承律師 他們帶著蘇建合一起來看正信哲 我覺得是非常感人的畫面 可是很遺憾的是 只有這個鄭委員 跟這個秉承跟這個捐芬 他們可以進去 預防看守所拒絕 讓蘇建合他們三個去探視這個正信哲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一個決定 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不能夠讓明明也是一個自由人的蘇建合 不能夠去探視這個正信哲 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後來從看守所出來之後 其實我跟新義在那邊聊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設法促成 蘇建合他們三個人來探視正信哲 因為鄭信哲現在面臨的困境 其實是跟蘇建合他們三個人當初面臨的困境 是一模一樣的 死刑這個事情其實 當談到人權人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死刑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真的 就算你是罪大惡奇 可是是誰有這個決定來把你的生命拿走呢 那就好像剛剛新義講的很多 其實Face聯盟一直推的一些概念 這些概念 如果包括像一些做問卷的時候 他的這個問卷裡面 如果加列了一些其他的選項的話 其實大家對於死刑這個觀念 是會有一些些許的更改 我自己對於死刑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在美國其實很多年 十幾年 在那邊我其實看了不少Case 那再加上很多的閱讀會讓我覺得 就好像剛剛講過的 當一個人犯了這麼重的罪的時候 其實整個社會都應該 某種程度上面都要負很多的責任 那所以就是說你單就 單就是把一個人挑出來 就因為這個人犯了這個罪 那你就把它解決掉 可是你並沒有解決周邊所有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到底要怎麼樣子去 就是說針對死刑的問題 進行所謂的改革討論 才能夠讓人權人道這個事情 更加的在我們這個社會受到重視 讓台灣更加的成為一個 所謂的文明的一個國家 美國它夠文明吧 它夠文明 可是美國還有很多州 它是執行死刑的 那當然就是說在這樣子的一個前提下面 也許有人會說 你看美國都是 就是說對於執行死刑 他們好像也不太顧什麼兩公約 對不對 可是問題就是說 今天至少在美國 大家 就說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比我們更多比例的人 在從事像費死的這樣子的工作 有更多的人投入像這樣子的工作 美國是一個宗教的 就是說受宗教影響非常重的一個國家 所以它裡面的很多的死刑的東西 就好像美國人對於某一些人權的問題 他們基本上是從聖經 他們信仰裡面 就說整個的延伸出來的 例如說對於同志的歧視的一些事情 所以美國的整個的狀況 其實又是跟歐洲不一樣 那我這裡在美國那麼多年 我其實受到美國的一些很奇怪的影響 例如說我在美國看很多的電影 在整個的這個電影的這個 看電影的這個過程裡面 例如說波蘭的導演Kieslowski 它的那個實界像那樣子的這個系列的東西 大家應該去看一下 因為裡面有一部片子 就是殺人的片子 跟殺人有關係的 但裡面牽扯到宗教 裡面牽扯到一些 殺人者的這個 這個內心的這個掙扎因素 也牽扯到這種自行實行的 它的所謂道德面的一些東西 這部片子其實讓我看的時候 其實震撼非常的震撼 它是讓我去思考 對於死刑這件事情 到底對於一個人 他的良心 對於一個社會 他的一個整個的良心反省 到底有沒有幫助 那其實我們今天 像我自己看死刑 如果我們今天把所謂的誤判的東西 提出來 那當然是比較容易去說服一些人 說你看 因為有誤判 所以我們不應該有這種死刑的東西 可是我自己倒覺得誤判只是其中之一 我們真正的 如果我們對於人的生命這件事情的尊重 不管這個人是多罪大惡己 其實我們在很多時候 對於一個生命的尊重 對於人有沒有權利去 就算是依法行事 去奪下另外一個人的生命 這件事情我們去做思考的話 其實就好像剛剛我們聽到了 有太多周邊的事情 是我們必須要一併處理的 我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天我跟團隊那邊聊天 我就跟團隊成員在那邊說 我說其實 因為我是兩年之前 其實是前年的春天 我就已經決定要出來選 因為當時我是覺得連勝文一定會出來 我覺得以我們這些人的脾氣個性 如果連勝文出來 而我們缺席的話 那個是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出來 所以我是前年就已經決定要出來選台北市長 那後來因為憲法133的事情 那我就跟同仁說 我說當我們在從事罷免運動的時候 不談市長選舉的事情 因為我不願意給人家落入一個 好像說這個人來搞憲法133 是顧名釣獄 是要準備選市長 所以當我在去年2月把這憲法133的事情解決的時候 當然就是差1686票 所以吳玉生逃過了這個死刑 那問題就是說 那時候已經太晚了 所以我也無所謂 反正我就按照我原定的計劃去那邊做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很多議題 我說我們還是要討論 所以包括統治的 包括死刑的很多問題都討論 可是我在過程裡面 其實我跟同仁聊天的時候 我特別講了幾件事情 我說我們其實以後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要把價值要定得更清楚 我們參選這個職位 我們的價值是什麼 那選市長也許價值是這些 選其他的職位也許是價值 都可以整理出來 那我就說 其實影響到我 要來從事公職 有好幾本書 很多書我其實願意列出來 就好像我在牢裡面 其實我看了16本書 我看書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從小養成這個看書的習慣 所以在我願意列出來的十幾本 一堆書裡面 跟市政有關係的書裡面 其實有一本書是 是朱利安尼 美國以前那個時候 就說在911 這個雙子星大廈被撞毀的 整個後續的收拾的過程裡面 紐約市市長朱利安尼 他的整個的傳記的東西 這本書講他怎麼去處理很多的事情 有一本書叫做鐵馬革命 是行人出版社 他是在講全世界的幾個重要的都市 他們的綠色的交通的 就是騎自行車這件事情 有一本書非常奇怪 叫做Freakonomics 中文翻作蘋果橘子經濟學 這是大塊出版的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本書 他裡面其實他用了很多很 比較另類的觀點去談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部分他談到犯罪 他說其實犯罪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來談死刑 我們一定要來談犯罪這件事情 犯罪這件事情如何把crime rate降低 把犯罪率降低 其實這個是整個的社會的事情 你甚至你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的一個決定 他在講到紐約市的犯罪率 為什麼在90年代突然之間降低很多 他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1973年 美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決 這個判決叫做Roe vs Wade 這個當然就說有法律被檢 都知道這個判決 這個判決為什麼重要 Roe vs Wade這個判決 它的主要的概念是說 當時發生在德州的一個案子 德州的一個婦女 她的原名我忘了 可是她的後來在法律上面 因為訴訟她用了一個化名 就叫做Jane Roe 她因為她要墮胎 那結果這個德州地方的這個法官 法院他們就是說 關於墮胎的決定 就是不許這個婦女墮胎的這個決定 讓她沒有辦法墮胎 所以她一撞告到法 就是說法庭裡面去 她認為這一個司法系統 就是說其實妨礙了她的隐私 她要墮胎是她家的事情 是不是 那這個東西到最後就打到最高法院 那被告的Wade 就是那個時候德州的一個檢察官 應該是法官 這個案子到最後 是判定婦女是有墮胎權 而且婦女的墮胎權 其實在1973年這個判決裡面 他們最後分成 就是說終於把墮胎這件事情 做了一個更明確的一個判定 例如說她有所謂的 trimester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這個嬰兒是在母體裡面 還沒有足三個月的時候 因為她並沒有辦法在體外存活 所以這個時候的墮胎是對於 就是說他們認為不是一個殘害生命的事情 那三個月以上 如果這個母體裡面的嬰孩 嬰孩 她還是 就是說她如果她的存在有影響到母親身體的健康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墮胎 可是到了好像六個月以後 就是說除非真正就是說 母親有利己的危險 不得不墮 其實是在這個時候就不得 不可以再墮胎 所以就是說 Roberts' Wade的這個整個判決 不但在美國造成很大的影響 就是說終於 就是說墮胎這件事情 是legally是可以 就是說允許的 那我記得我在1983 就是不知道哪一年 我曾經在紐約時報上面看到 Roberts' Wade不知道幾年的一個 類似像是一個紀念的廣告 很大 我還特意把它剪下來 就是說收藏起來 因為這個案子對於美國的影響很大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 因為在Freaknamic這本書裡面 它就特別講到 純粹是因為1973年Roberts' Wade這個判決 讓之後的紐約市的很多所謂的 就是說沒有期待他來到世間的嬰兒 就因為可以墮胎被處理掉 那就是說他發現自己懷孕的 那根據新的法 他是可以去墮胎的 所以就是說因為一個月兩個月之內 很多的嬰兒就這樣子 就是說被那個因為墮胎處理掉 也就是說在Freaknamic這本書裡面 他特別就提到這裡 就是說因為有這麼多的 合法的墮胎 使得紐約市很多比較屬於中下階層的那些社區裡面的很多的 原本就是說沒有期待他們來到這個世間的這些 這些小baby到最後就沒有來到這個世界 也就是說如果當初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判決的話 會有很多的這樣子的小孩在一些比較中低收入的這種社區生活 這樣子的就是說十幾年二十年下來之後 到了九零年代不會有現在這麼低的犯罪率 因為他們剛好在那個年代 長到了就是說足以犯罪的 這個年齡 所以就是說其實 因為他們用這種比較另類的方式去追溯很多美國的 例如說像紐約市的這樣子的一個犯罪的一個趨勢 的一個就是說整個的背後的脈絡的東西 我們看到的是 如果我們今天的制度更加健全 如果我們今天的整個的社會的整個體系裡面的支撐體系裡面 有更多的人去思考這些問題 其實很多的犯罪的東西是會降下來的 就好像紐約在九零年代的時候 就是說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 人家很多人說是因為Juliani的功勞 可是一些經濟學家說不見得是Juliani的功勞 因為很多的整個周邊的結構面的改變 讓很多事情得到改善 死刑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今天如果針對很多死刑犯 我們去思考他們的整個的當初犯罪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發覺說 很多時候就好像剛剛講的 有些死刑犯到最後到了牢裡面 他們就說經過了教會 或者是他們自己在那邊反省 真的他們已經不是當初犯罪的時候的他們的自己 那很多時候甚至有一些比較 你知道跟犯罪已經沒有那麼大的關係的人 那如果你們還是用犯罪的觀念去對待他的話 其實也是很不公平 我講正結吧 正結的案子發生之後 其實很多人認為他是因為是 他是精神上面是需要這個醫生去診断的 那這個人他一個人如果能夠那樣子的殺人 那他絕對跟傳統的我們認為的那種 什麼上金天良啊這樣子的那種那種犯罪是不太一樣的 這種人其實他的整個的犯罪的整個的軌跡 後面的軌跡如果好好解釋的話 他其實應該去精神病院 他不應該就是說被當作一般的這個犯罪 死刑犯最後把他槍斃 因為他殺了這麼多的人 那這個這樣子的事情其實在正結犯罪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很多報紙的媒體的這個輿論版 我看到幾個其實讓我很感動的投書 都是媽媽 那他們其實對於正結犯下這個錯誤 他們是比較能夠從另外一個觀點去看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長期受到忽視的一個青少年 那我覺得他在某一種的這種 這種生活的這種樣態下面 他發展出來的這樣子的人格的東西 那正結這個事情其實讓我想起誰呢 讓我想起1981年吧 1981年在美國的首府華盛頓特區 雷根總統被一個叫做John Hinkley的一個年輕人開了一槍 那一槍 就是說那一次的暗殺事件 有三個人中彈 一個是雷根總統的新聞秘書Brally Brally 其實他去年大概八月的時候過世 他後來終身癱瘓 包括另外一位警察 那那個雷根總統他中彈之後呢 他送到醫院 那這東西如果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他是願意講一下這個雷根送醫院之前的一些事情 那個對美國的政治影響非常大 跟我也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受那件事情的影響很大 可是我們來講John Hinkley John Hinkley他沒有被關到牢裡面去 John Hinkley一直關在一個叫做Hospital的地方 醫院 這麼多年 他一直被當作一個病人在診断 他就算當作病人 他其實到後來 他其實有很大的一個自由度 他可以出去探訪他的家人 然後因為他後來手上 應該是戴了這個電子的這個這個這個手 這個這個手銬吧 那腳療 所以就是說他在於 他只要在家人的陪同下 他其實是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因為美國的這個整個的這個所謂的司法制度 認為這個人並不是罪犯 那這個人是病人 所以當我們看到就是說各個國家對待 所謂犯罪的人的態度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用一個比較人道的 人權的方式的思考去想這個事情 可是我們還是不行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長久以來 你知道 就是說我們太追究一些事情 例如說我們要我們要報復有些事情 你知道 有些如果有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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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他做了一些事情 那很多人他就認為說 OK 只有一死可以好像解決 就是說很多人心頭的這個憤怒 那另外一個原因 我其實自己也常在想 就是我們華人社會 是不是對於人命這件事情實在是不是 那麼的介意 那你看 以前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那在那個所謂的反共必勝 建國必成的這樣子的一個時代裡面 殺了多少人 殺了多少人 純粹只是因為這些人也許不反共 那也許只是這些人 你知道那個時候親共 那所以他們有的被流放 有的被關 有的甚至最重一點的 那按個罪名 因為也許你跟某些人有仇 就把設計一下就槍斃掉 那槍斃這些人的這些 軍方的這些人 現在你看他們 就是說組隊一隊一隊的去北京 然後去跟共產黨搞在一起 我覺得這就是憤慈到極點 那你們至少跟當初就說 你們殺那麼多反共 就是說不反共的人 你知道現在跟台灣人道歉一下 我們當初殺錯了 他們也不道歉 我意思是說 就說華人世界裡面好像對於 你知道 就說你看中國的文革的時候 殺人魯莽 你知道 你看現在 就到現在 中國還經常會有些影片 就是處決人犯 就是一排這樣殺下去 那就說人死在太多了 好像殺幾個 就說好像解決了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種的整個的概念 那包括台灣人一樣 就對於一個人權的事情 好像就說 OK 這個是不是一種解決的方式呢 好吧 如果是 那我們就進行吧 可是真正的 如果我們談到一個人權的 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其實裡面有太多的思考 可以讓我們去進行 前一陣子在台北 我組織捐分 搭了一場座談 那裡面就是談到這個 有關於這個 一個母親到最後就問這個問題 他說 我有兩個女兒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今天 我的兩個女兒發生這個事情 遭到毒手 那我實在沒有辦法 就是說去原諒這個兇手 你知道 他的意思是說 他今天如果 女兒遭到不幸 那他 如果抓到這個兇手 他一定要 置之於死地 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他在問我 他說 佛元澄你也有一個女兒 你知道 那你的 看法怎麼樣呢 我 我那個時候其實回答他了 其實我有點難過 就是他問這個問題 你知道 我的概念是說 我們今天 很多時候 我們對於 有些事情的堅持 是因為這件事情干系到我 干系到 我的家庭裡面的一些成員 所以我才去關心 我才去思考這個事情 可是我就跟那位媽媽講 我說其實 如果我們真的是關心 人權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是跳脫我們自己的感受 我們是跳脫我們自己的 所有的這個利益的這種 這種 這種 任何的這種 之間的這種關聯 我就舉個例子 我說我 我說我這輩子進行過 我自己覺得最自豪的一線工作 就是統治平權的運動 因為我跟李安和寫了喜宴這個劇本 我之所以寫這個劇本 是因為我的最好好的朋友 在80年代 在1980年跟我come out 我開始思考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你知道我一定要 替同志的 這樣子的一個族群去發聲 可是我後來想 其實 今天如果我的 這個好朋友沒有come out 難道我就不進行 這個統治平權的這個運動嗎 不對 因為後來我在美國看到的 很多的事情會讓我感動 就是說 60年代 當黑人的民權 還是非常低落的時候 我真的在美國 我看到很多的紀錄片 很多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那個國家 比較接觸大量的資訊 我真的看到有太多的白人 就這樣站出來 他們在Mississippi Louisiana Texas 阿拉巴馬 這些比較南方的州 白人跟黑人 手腕子手 就面對著狼狗 面對著警察的 這個他們騎著馬的鐵跡 面對著很多 就是說 對著他們沖的這個水 面對著警棍 他們替黑人爭取人權 跟他們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是白人 那我們看到了 當我們今天爭取人權這個概念 真的要在我們身體裡面 開始作用的時候 我們不是因為跟我們自己有關係 我們才去做 我們是因為很多在我們身體裡面 在我們腦子裡面的一種 就是說應該本來就是 與生俱來的一種正義的感覺 70年代多少男人站出來 在兩性平權的這個奮鬥裡面 他們站出來 他們不是女人 可是他們知道 他們替女人就是爭取人權 那個時候美國的這個男性平權 還不是那麼的這個明顯的時候 很多男人是站出來的 他們在第五大道上面 在Madison Avenue上面 也是男生跟女生 玩著手在上面游行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如果男生替女生爭人權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跟自己有點關係 因為他們的母親是女生 他們的女兒是女生 他們的姐妹 他們的阿姨 他們的表妹都是女生 他們辦公室裡面有很多女生 所以就是說這個人權的這個奮鬥 多多少少還是跟自己有一點關係 那這就跟60年代的這個黑白的這個東西 又有一點點差別 可是基本上還是 就是說跟台灣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很多男人其實是很高貴的 因為他們就是站出來 那在台灣 其實老實講 在男性沙文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下面 其實台灣這條路其實還是需要更多的人來投入 到了80年代 當同志平權運動 在幾個事件 例如說Stone War 這樣的事件發生之後 同志平權運動開始展開了 很多人其實不太願意這樣出來 為什麼 因為在污名化 同志污名化的這個大概率下面 很多人其實不太願意 因為同志是看不出來 同志跟左撇子一樣 你看得出誰是左撇子嗎 你看不出來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得出誰是同志嗎 基本上也看不出來 我跟大家講 我從事同志平權運動這麼多年 我身邊多少同志 基本上 問題是說同志跟左撇子 如果都是基因的問題的話 你幹嘛要反對他們呢 你幹嘛要那麼那麼的 雞婆的告訴他們說 你的愛情應該是怎麼走呢 對不對 沒有這個必要 可是因為80年代 整個人權的觀念 就算在高漲 可是同志這點被污名化的事情 在那邊發酵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是不太願意站出來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今天 站在一個比較抽象的 比較一個更high level的 這樣子的觀念下面去看待 人權的事情的話 我們還是要站出來 雖然這件事情 就是說也許自己會遭到一些異樣的眼光 可是異樣的眼光又怎麼樣呢 異樣的眼光不會讓我 就是說下頓飯吃不下 異樣的眼光不會讓我今天晚上睡不著覺 對不對 就是說我 你看待我是什麼 是同志 是異形電 那幹我什麼事情呢 所以很多人還是 根本就是站在一個人權的概念下面 他們就是去做 我覺得我跟李安 我們就是這個概念 我們就是去做 那這件事情 就是後來我跟那位媽媽講 我說其實我們從事一個人權的工作 我們其實不太去思考 這件事情是不是跟我自己 我自己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會得到利益 可是老實講 我們越是不這樣子想 其實我們獲得的利益越多 因為當這個社會更公平的時候 當這個社會 那更 就是說沒有 就是說像這種歧視的問題 一直在發生的時候 當這個社會的人權的問題 那更圓滿的時候 其實我少了很多時間去罵人 對我來講說 我是個獲利 我當然獲利 因為我在一個更圓滿的一個社會裡面 更正直 更公平的一個社會裡面生活 我真的 你知道 會比較快樂一點 我真的 比較不會浪費我太多的時間精力 也就是這個概念 我才是說前年我決定出來選 因為 當今天台灣的地方的這些什麼市長 縣長 基本上 你知道 蠢材佔百分之 起碼五十以上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說 讓這件事情一直發展下去 因為我花太多時間 你知道 在電視上面罵人 那幹嘛呢 你知道 像今天我又罵羅志強 就是說那個羅志強 我本來不想罵他的 你知道 可是他硬是要把這個死亡之握 你知道 跟這個什麼小英這種東西扯在一起 我就覺得荒謬到幾點 對不對 所以我不得不罵 當然其實基本上 我實在對那個小圈圈實在是厭烦到幾點 逮到幾後我就修理他們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 可是我有那麼多美國時間來做這個事情嗎 我當然希望不要 因為其實我更希望把這個時間去喝酒 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人生幹嘛要去挑一些比較困難的 比較討厭的事情去做呢 不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 當我們談到 從史性開始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談到最後 談到的是人權的問題 當我們談到人權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談到的是整個社會的結構面 是不是有這種整個改革的這種方向 是不是有一些手段 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是 真的是往這個方向去想 史性問題的話 包括像前面剛剛提到了 很多的替代方案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 也許台灣會成為一個更理想的 更文明的一個社會 那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對於真正的法條 的東西 對於那些哲學面的東西 其實我並沒有下很多的心思去研究 所以我今天從我自己的一個 對於史性這件事情 對我 包括我自己 從因為這樣子的議題 這些年來 我看的東西 我整個的一些想法 大致就是 比較籠統地這樣講到這邊 那大概就這樣子吧 謝謝 好 其實我剛剛就說 其實如果多一點時間的話 我把鏡頭跳回到 Ronald Reagan 被John Hickley打的那一槍開始 那一槍對我來講 是我人生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概念的 就是說在那一刻其實養成 為什麼 因為當 將Hickley槍打給 打到雷根身上 雷根倒在地上的時候 特勤全部湧上去 然後所有的 很多的這個 CAMERA全部 電視機全部 開始拍了 我那個時候 我在那一刻 我在 我念書的研究院 我念研究院的Fairfield大學的 圖書館 正在打工 然後 裡面的幾個媽媽 聽到這個新聞 氣地把書摔到桌子上面 因為這些媽媽 她們在 她們的人生裡面 已經經歷了好幾次 總統被暗殺的事情 你知道嗎 她們非常的憤怒 從一個外國留學生 像我 這樣子的角度去看這個事情 其實我在想 完蛋 就是說美國總統今天這樣 被兇 被一個人這樣 那個時候大家不知道 他精神有問題 你知道嗎 被這樣開了一槍 會發生多大的動亂 可是到了晚上 我的整個疑慮全部的消失 為什麼 因為 當CAMARA 開始 湧向雷根的時候 雷根 大家知道 他是一個喜劇演員出身 他是演員 他是非常會講 單口相聲的一個人 當他看到CAMARA 來的時候 他突然精神一震 他對著CAMARA說 欸Nancy 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飯咯 你知道嗎 她說 她跟他太太 她太太叫Nancy 她說太太 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飯 廢話 你要去醫院 動手術 要把子彈取出來 你當然不會回家吃飯 可是我看到那一幕 我覺得 我覺得 好感動 因為一個國家的總統 被幹了一槍之後 他還能夠講笑話 你知道嗎 他講笑話 意味著 什麼呢 意味著這個國家 根本就是覺得 因為這個笑話 整個舒緩很多 你想想看 要是這樣子的事情 發生在北海 發生在北海 你知道 就是說 有的奇怪髮型的 金小弟 被幹了一槍 你知道 你說她會 她會保持一種幽默 她不會 對不對 取代的是 也許她周圍 兩公里之內 可能有五百個人 馬上被抓起來 那經過酷刑之後 495個人 承認是他們幹的 對不對 那另外那五個人呢 另外五個人 早就嚇死了 心臟麻痹了 你知道 這酷刑根本還沒開始 就嚇死了 你知道 所以 就是說 一個 國家的一個文物 這個所謂幽默的文化 那它竟然會 有這麼大的影響 讓我這個外圍學生 看到真的是感動 我後來 大家可以去 Wiki 去看 Rona Regan的這個 就是那個 那個條目 它裡面還講了另外一個 更有趣 Rona Regan 在醫院的時候 準備動手術的時候 圍繞他身邊的 全部都是白衣 白帽 白口罩 白手套 白袍 的這些男生 女生 的醫生 他們全部圍著他 Rona Regan 在被打下麻醉劑子之前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各位 告訴我 你們都是共和黨的 就是說 他到這個時候 他還是要去開個玩笑 就是說 老子剛剛就說 躲過一槍 你知道沒有死 今天來一個民主黨 在我動脈上面 隨便這樣開刀 那我不掛了嗎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東西 一定要先警告他們一下 可是當然知道 不可能 你知道 所以醫生全部都笑了 就說 你看這個老頭子 真的是可愛 你知道 他到了這個時候 還會講這個笑話 你說他們動刀的時候 也許有點緊張了 這個時候就覺得不緊張了 因為這個家伙是OK的 就是當他一般病人 動刀就是了 所以 幽默這件事情 你知道 就是說 那我當然就是 我從大學開始惡搞 你知道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 是個非常惡搞的人 就是說我看的東西 其實我有種感動 因為惡搞的背後 其實是有很多脈絡的東西 你如果去追究的話 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一個幽默 在政治裡面 在美國民主裡面 是多大的一個安定的利益啊 你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OK 惡搞有理 我要一直惡搞下去 你知道 就說不管我要選事長 不管幹什麼 我就是要惡搞 你知道 我就是要利用這個政經發表的時間 去講三十分鐘單口相聲 你知道 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 老子就是要這樣做 你知道 因為我 你知道 有這樣子的一個 惡搞的這種 這種文化的養成的這種教育 在我後面 所以我一直說 我剛剛講 就是說 其實 這個 這個 所有的這個 那個 文化的這個脈絡的東西 會支撐你這個社會 裡面的 對很多事情的這個反應 那 瑞根這個事情就這樣子 那我們對於 死刑的這個事情 剛剛講到 那羅尔瑞根他就是這麼嚴重的 這樣被幹了一槍 那 John Hinkley到最後 他還是 他不會被送到牢裡面去 他會被送到 Hospital 那這樣子的分野 那我們也許可以再思考 就是說我們對待 像正結這樣子的人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再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用了一個比較 比較妥當的方式 在對待像正結這樣子的犯人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鳳哥精采的演講 那 現在等一下 我們是要讓大家問問題嗎 好 那 以下開放給大家問問題 你可以 我們三個 蒐集三個問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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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圍巾的這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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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我是上班族 然後 呃 我是算是現在 呃 還在初步了解廢除死刑的議題 那 呃 其實我完全同意 就是 廢除死刑 他 呃 所講的 就是說 呃 一個人他的犯罪 呃 不應該一直歸咎於說個人 而是 他跟他成長背景 和他的社會結構 或是政府的責任這樣子 那 只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 呃 廢除死刑 他的 背後的一個理念 是覺得說 一個人的生命 不應該 就是 由 任何一個人剝奪嗎 或是政府剝奪嗎 那 那我們要如何告訴社會 就是說 呃 那 因為 通常 呃 會犯下死刑 他通常都是 基本上是有殺人這樣子 那我們要如何告訴社會 就是說 殺人這件事情是錯的 那 無論一個 呃 身份地位 種族 呃 性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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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辦法去有效改善司法或者死刑的那種很沒有效率的資源 謝謝 充實民法 以物資充風向充實民法的概念 等一下那個風格 好 來 主持人還有各位晚上好 因為我在大學時代的時候 在因緣際會下其實有碰觸到死刑這個議題 那我知道這個議題其實有很多法律背景知識其實需要去研讀的 那因為我昨天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時間有限 所以我大概有稍微看了一下 那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 有幾個大法官似乎有對於死刑提出一些視線上面的疑慮 那其實他們有提出說 特別在關乎一些公眾利益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可以去承受去可能說是抹殺個人的存在 那當然這個法律背景部分我可能沒有 我不是法律背景專業人出身 那其實我其實只想問就是 問三位主持人的看法就是說 如果當我們今天為了維護公眾 你們能夠容許 或者是你們能夠忍受當我們維護公眾利益的時候 去抹殺他人的存在嗎 這其實是我一直很想去問各位 或者是問三位主持人這一點的看法 謝謝 OK 非常感謝 OK 非常感謝 好 那我們就從從就開始 請看 您好 OK 其實我對於像這個 因為我在美國很久 其實我看了不少這樣子的case 就是有關於失闖民宅 然後遭射殺 這樣子的新聞其實三不五是會有 有一個比較真的比較讓大家都難過的 是一位日本的留學生 在Halloween的時候 因為他到別人的這個房子裡面 他是那個trick or tree 就說他要去藥堂還幹什麼 那因為語言的關係不同 那對方就認為他失闖民宅 就把他給撕殺掉 這是一個日本留美的一個留學生的 一個不行的遭遇 像這樣的事情讓我想起來的是 對 美國是一個 讓這個民眾擁有牆械 合法的擁有牆械 只要你就是說經過這個 你的整個身份的check之後 那其實你是可以合法去買牆械 可是就算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概念下面 我還是會認為 就算是自衛 你知道 其實到最後 因為我們看過的一些case 美國法院還是會去追究一些事情是 有沒有必要置他於死地 這個當然就說 當然因為你今天是 你是用槍械 你實在是沒有辦法 好像 我說我這一槍我明明是瞄準他的大 就是瞄準他的這個大腿 可是不曉得這為什麼會射到他心臟 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沒有辦法 就是說 因為你其實已經 散盡了自己的原先 不想他置他於死地的 這樣子的一個念頭 可是為什麼他最後還是死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 到最後去做彌補的 可是我會覺得 光是像這樣子的一些 在事後的美國法院的 這樣子的試圖 修補一些 因為別人闖進你家 然後你就是不由分數地把它 把它給殺掉 像這樣子的事件 就是說 經過多次發生之後 其實 美國的各級的法院 也會去檢討這樣的事情 也會去 去偵辦一些像這樣子的案子 比如說 其實 這幾年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案子 就是有關於 你知道 就是說他 那個是誰啊 那個一個名人 然後他把他的一個女朋友給殺掉 那其實那個是謀殺 大家後來發現說 他就是藉著 你知道他不知道是誰進來 所以把他殺掉 可是到最後 就說 他發現這是一件謀殺案 因為抽絲拨解 發現他根本就是說謊 然後他就藉著這個法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美國人就說 一般美國人都普遍的 就存有的一個念頭 說因為你闖進來 所以我把你殺掉 這樣子的概念 那那個兇手說 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 那是他女朋友 那所以把他殺掉 可是這個錯了 因為最後抽絲拨解 他最後還是被 就是說 就說 開始審理他的案子 其實 這一個 這些案子多了 美國其實一直在討論 所謂的擁有槍械 這件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美國人擁有槍械的概念 是早期 西部時代開始的 大家都知道 那對於 自身的這個 整個的 自己跟自己的家人 他們做的這個 正當的這個防衛 長久以來 我們看太多美國電影 知道 美國人擁有槍械是 是有個歷史的 可是要知道 在瑞根的那個案子裡面 他的那個秘書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熱衷的一個美國來福槍協會的會員 他後來馬上 因為那個案子 他真的覺得 這個 擁有槍械這件事情 是 其實不妥當 他後來 他的餘生 都在自力反對 擁有槍械這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任何事情 都有他的 就是說可以 足夠我們來辯論 來討論的 這個裡面的材料 那就算是你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其實經過 就是說 反覆不斷的 就是說 越來越多人參與的這種討論 其實一個更好的制度會形成 重要的是我們要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所以我們今天 我相信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到底要反對死刑 還贊成死刑 然後方式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缺乏的是一個 真正理性的辯論的空間 我們缺 我們缺乏的是 真正 就是說在一個政治領域裡面 有這種清楚頭腦的人站出來 跟大家說 好我們今天來討論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攸關著我們是否 被視為一個文明國家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門檻 那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 要例如說在這種地方 來討論這種事情 很多人反對沒有關係 又有人贊成 我們是不是能夠 在整個的討論的過程中 大家有更有共識的來決定 人權這樣子的一個標準是怎麼樣 它裡面 事情的細則可能是什麼樣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東西 我覺得 再給我們幾年時間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 整個比例也許會越來越高 大家對於生命的觀念 不管這生命是一個壞人的還是什麼樣子的 這樣對於生命的尊重的東西 你知道 那也許有更多的說詞 會讓原本堅持這樣子的 或者是反對那樣子的 那也許有一個思考的機會 而加以改變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台灣要步入一個更文明的一個社會裡面的一個過程必須要做的事情 好 謝謝 好 事實上 我們還蠻努力的跟各式各樣的人談死刑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幾次就是我或者是我們其他的成員 跟小朋友談到死刑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會發現小朋友有一個很直覺的反應 他們說殺人是不對的 他們同意 那國家為什麼可以殺人 就是很簡單 但是我也是說他們那個答案超乎我想像當中的簡單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我們還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的時候 國家正在展演的一件事情 就是殺人是可以的 因此你如何去告訴人家說你要尊重生命 然後生命是最重要的 因此殺人是不可以的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邏輯 那如果你想說 OK殺人是因為為了一些公眾的利益 我為了要嚇阻犯罪 我並不是沒有目的地的殺人 可是從很多的實證資料可以顯示 事實上死刑並不能嚇阻犯罪 你可以想像一下台灣的狀況就知道了 我們從2010年從其死刑執行以來 台灣的所謂的 比如說我不曉得 那個台南的湯姆熊案 然後媽媽嘴案 然後譬如說鄭傑案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死刑是有嚇阻效果的時候 台灣政府在殺人 我們不應該有這麼嚴重的犯罪發生啊 但是它還是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回歸到 我覺得小朋友邏輯是對的 就是殺人是不對的 但國家為什麼殺人 因此國家在展演一件事情 是殺人是 某種程度是可以的 當你用這麼錯誤的邏輯在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講說 有時候死刑你會引起更殘暴的犯罪 它並沒有讓你的那個死刑 就是所謂的那個犯罪率是減少的 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因此在我有死刑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你很難告訴大家說 對我是一個尊重 非常尊重每一個人的 生命的一個社會 然後我有一點想要回答那個 槍職的那個問題 雖然你沒有問我 我第一次說 死刑 我同時支持廢祖師 我知道我懂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你試著提出一個 比較有創意的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很好 就大家來想各式各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只在想 你的問題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死刑是一個充滿階級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誰會被判死刑 然後誰來決定死刑 然後法官決定死刑 假官起訴 但是他們卻不會失去 執行死刑的一個槍手 因為執行死刑的槍手的罰警 通常是在司法體積裡面最低階的人 所以你可以在死刑的這個制度當中 在各式各樣的地方 看到階級的問題 因此當如果我們覺得說 為了每一個人的安全 我們應該要用槍枝的方式 讓每個人有一個自衛 保護自己的一個工具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講說 那就是要由國家 發給每一個人一個槍枝 一把 你不能夠 否則像美國的狀況 我猜有些人可以拿到槍 有些人不能夠拿到槍 可是這樣很有趣就是說 那我不會使用槍啊 我覺得一把槍在我手上 很有可能造成的狀況 並不是我把 我把那個壞人給殺掉 我覺得很有可能的狀況 是我傷了自己 或是我讓他有一個槍來傷害我 所以我只是要講的事情是說 當我們在想方案的時候 那你就要去比較說 因為我覺得會這樣想 是因為我們對於台灣社會 那個不安全感非常的大 但是台灣真的是一個 那麼不安全的社會嗎 說實在的 從犯罪率來看 台灣沒有那麼的不安全 我舉一個那個德國的研究 他們就說 德國就在問大家說 犯罪率的高低 就是可能 我隨便舉個例子 因為我忘記這雀雀的數據 他可能講說20年前 20年後 犯罪率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覺得犯罪率有沒有增加 然後 所有的人 都很高的比例的人 你覺得是20年前 20年之後的犯罪率是增加很多的 但是實際上面 德國的犯罪率是下降的 那他們就講說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媒體 因為以前你可能要看一個報紙 你很困難 就是看到報紙 然後會報導犯罪新聞 可是現在可能媒體很發達 你開了電視就看到犯罪新聞 台灣呢 台灣是24小時 每一個小時 不要幾十台的節目 每天都在講犯罪的事情 如果我們有一件 重大的犯罪發生的時候 你沒有其他的新聞了 因此我覺得很多人 是對於台灣社會 是很沒有安全感的 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去回過頭去看的話 台灣社會 並沒有那麼的不安全 那當然我不能講說 台灣社會就是一個安全社會 我們有很多更需要努力 讓我們這個社會 更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同時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階級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在講說 不是有 如果你那個創意的想法 說每個人發一個 有使用槍子來保護自己 不是有國家發給每一個人 每一個槍子的時候 造成的狀況一定是 有錢人有槍 那社會安全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說 雖然有時候大家會看到新聞說 那有錢人被綁架 或幹嘛幹嘛 可是整體來說 台灣的社會不安全 發生的人 會受到影響的人 說實在 還是比較低射精地位的人 我舉一個例子 很多人就講說 遊民是一個很危險的 好像遊民會傷害人 所以我們的小微姐姐說 要用水撒遊民 讓他們離開那個地方 但是真正的數據指出 像遊民這樣子的人 或低射精地位的人 他們比較容易成為 一個犯罪 就是被傷害的被害者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從各種角度來看 然後最後一講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 可以容忍為了公眾利益 而去接受 就是死刑或接受殺人這件事情 然後你說 大把關曾經有過這樣的解釋 我實在說實在 我不太確定 這可能要請閒置補充一下 可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就像我剛才回答第一個問題 是一樣的 我不覺得有所謂的一個公共利益 是沒有 只能用死刑來達成 你一定有其他的方法 一定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達成 我覺得如果講這件事 講這個話的人 他是太媚於現實 或是他太懶惰 或是他太不願意找答案 我不覺得我們要一個這樣的政府 或是一個這樣的司法單位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一起想方法的 對 那 稍微回答一下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 我 這個講到公 這幾年講到公益這個東西 我哪有到嗎 怪怪 就是說 因為你公益 基於公益的理由 基於部隊訓練的理由 把一個人丟到禁閉室 基於公益的理由 把張藥房給拆了 基於公益的理由 犯罪的理由 把真信者判死刑 那因為我是一個 在這裡 距離這裡不達20公尺的 事務所的台中的律師 但其實我住在新竹 就是三年來我都這樣同情就對了 那就是說 在新竹跟台中之間發生了 鴻案 發生了大埔案 發生了李李可可 真信者案等等之類的 所以 就是說 我常常講一個 就是叫做烈日秋霜 就是說國家權利 它用公益的理由 它就像烈日一樣 那老百姓就像秋天的霜一樣 那現在照下去 你真的是被它蒸發掉 大 那所以 基本上 從我的實務的經驗出發 我聽到這個 如果 當然大法官四字十七二號解釋 是這樣講 但是 我都會覺得非常的保留 但是你聽到這裡 你會覺得說 我好像是 就是 我的經驗裡面都是 欸 這好像就是個人的權益 那事實上 我同時是台中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律師 那去年我還得獎 得到那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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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跟你講 那 他為什麼要頒獎給我 就是說 在 看到有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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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上 我看到有一些 人在講說 欸 廢死聯盟就是沒有考量到 這個 犯罪被害人的感受 那我同時是 廢死聯盟的理事 又同時是 台中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去年的 優秀律師 這 這 這個意思是什麼 那些在支持 廢除死刑的人 跟那些一直在幫被害人 追殺加害的人 是同一批人 你知道這才是最好笑的 而那些一直在批評那些人 他只有動他的嘴巴而已 不然的話 我只要嗆出前面一句話 你幫過哪一個 被害人 你跟我講 ZERO 那我幫過什麼被害人 我告訴你 洪仲秋 我們台中有的 兩個女生去日本 被殺掉 被叫一個笑的 那兩個 還抬掉了 還跑去看 那個什麼 演唱會 日本警察把他抓起來 而且他還讓他自殺 那個也是我們當事人 日月民工 也是我們事務所的案件 所以 你說 這種狀況之下 你如果要我講的話 只有一個就是說 你用公益的 這個理由出發 那往往就是怎樣 就是 那個範圍過度的擴大 台也許根本就不是 第一個殺錯人 第二個 就是像欣妮講的 有沒有其他的 這個替代的方式 那第二個 第二個更嚴重的就是說 死這個東西 缺點在哪裡 活不回來 這真是麻煩 因為作為一個刑事律師 看過太多劇的 就是我剛才講說 那個網友不是 丟恐怖的 屍體的照片給我看 我很想忍不住 因為我太太都會一直攔住我 我沒殺 你沒殺 我很想跟她搶說 我都看現場的 你這樣 嚇我嚇我是不會怕 因為都 法醫 法醫在旁邊接火 都在旁邊看我 那這個肝臟怎麼比較大 那所以 就是說 死的問題就是活不回來 你現在在說 你把一個人 這個 譬如說 勸勇我當事人流言果 就被法國部槍殺 那天我還跟他見面 談到十二點 如果你讓他回來 我都說 流言果你死了 我給你記一下 那就沒有話講 現在問題就是說 就是活不回來 那很多的家屬 事實上他並不是 以我自己親身的經驗 像我跟妳講那個 我們台中那個女生長 非常漂亮 我在日本被殺 我去他們家 在那個大墩 也擠擠不擠了 我砍到這次 我要離開 離開的時候 他的哥就跟著我 你可以上網去砍 然後他 他的哥跟著我 我就 我在砍到這次 他就 跟我聊天 他就說 我就跟他說 這樣 這樣那邊怎麼辦 那個人你自殺了 他說 他非常生氣 那個人死掉 你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你要 你死幹嘛 你不可以死 你要 你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然後他在報紙上 那阿公在報紙上 講了一句話 我很感動 每一個生命都是非常寶貴的 你不可以這樣清建自己的生命 也清建 我們的小孩的生命 所以 就是說你如果問我的話 從我的生命的角度觸發 做為一個死刑犯的律師 那個死刑犯還被殺掉 跟做為很多犯罪被害人的律師 我就覺得說 有其他的方式 除非現在發明一種方式 那個人 那他悠悠了 後悔回來 阿這樣就沒辦法 那如果說 像 這個狀況的話 就是說會有人說 那如果 你是被害人的家屬怎麼樣的話 這個 要看 你的 就是說 你的 你的這個 這個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 如果正信澤的媽媽 或 因為我們也有談到說 讓正信澤的媽媽 是不是可以來做一場 就是說 或是江國慶的媽媽 他已經希望 不要有死刑這個制度 如果今天 台灣沒有死刑這個制度的話 江國慶 23歲 他馬上可以回家 那 正信澤的話 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台灣當時在阿扁 阿扁那些時代 沒有執行死刑 他2006年就確定了 他如果那時候已經執行死刑 骨頭 已經可以 打鼓了 分帳已經 漲草了 就是這樣 好 快點 我們再讓大家問問題 中立中 馬 OK 大家好 我是台中立中馬 高二學生 然後 其實去年 就先是律師有來 我們 一種演講過 然後那時候我做第一台 對吧 然後我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那時候還在講正信澤案 然後裡面有提到 警察被殺掉 我問他一個問題是 如果被殺掉的不是警察 而是其他人的話 那警察還會這樣對待他嗎 他不會這樣去 拷打他 演習拷打他嗎 然後我今天想 然後我今天又聽到了 弗光源先生 就是也提到那個 警察 開始到我聽到那個 有三個人被 槍打到 然後有一個也是警察 對不對 然後 我就想到 我想問的是 不是想 不只是想問台上的三位 也想問台下的各位 是 那 你們認為 被打到的警察是被害者嗎 還是他們是加害者 因為他們 把這些所謂的被害 把這些所謂的加害者 演習拷打了之後 然後去 逼他自白自首 然後 對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很簡單 就是很難 那可能跟自己沒什麼關係 不過我想問的就是 這些警察到底是被害者 還是加害者 然後我不是白三軍的 謝謝 OK 好 下一位 我們收集三個問題 總 總類 台灣 台中摺五的志工 好 那個我剛剛 因為今天題目是 其實是要講的是 有關於這個 有關於廢除死刑的這個 名義跟替代方案 但是我 因為剛剛馮哥舉的 這個政治人物 尤其是雷根這些例子 那其實我就想要談 就是說 有關於民意的問題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 其實我想要做一個 剛剛也 一方面做個回應 就是說 其實在那個 Roger Hood的文章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了 就是說 廢除死刑一個 最大的關鍵 其實在於兩個 一個 一個是政治意識 一個是司法的決定 那 司法 司法的決定 當然就是存在於 就是司法獨立 還有一些司法判斷上的問題 或是大家在討論 有沒有冤獄這些問題 可是 其實另外一個廢除 廢除這個制度 最大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政治因素 那政治因素 其實是這種 其實現在的政府 或 擁有死刑的國家的政府 習慣的是 習慣的是用 民意調查的方式 或用政治 用民意操作的方式來說 啊 這個 因為民意的關係 所以 我們現在不適合廢除死刑 所以 民意調查反而變成一種 政府在操弄的工具 那 剛剛因為提到說 這個民意調查 那 其實台 我想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去Google 兩個關鍵字就好 你去Google 現在的法務部次長 陳明堂的名字 你Google陳明堂 然後再加 Google 那個國際趨勢 就 這兩個一起Google 你會發現一件很弔詭的事情 也就是說 同一個人 陳明堂這個人 他講 因為 因為他講說 比如當有人說 廢除死刑 是國際趨勢 比如歐盟國家 或是不管是 比如說 國際特色組織提出了一些 報告 然後告訴大家說 廢除死刑 是這個世界上國際的趨勢 那 可是這個時候 法務部次長 陳明堂就會說 因為這個 我們民意所趨 這個 國際的趨勢 不適合用在台灣 可是同樣的呢 就在前幾個禮拜而已 去年年底發生 在審這個 有關於同志婚姻的時候 他一樣就講 他說 因為國際趨勢上 沒有這個 要做這個 同志婚姻 所以這個 國際趨勢 大部分都是主流 是不做 就是這個 這個 同志婚姻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們就要 符合這個 國際趨勢 你就看到說 政府是把這個 民意是當作 在操弄的 很明顯的一個工具 所以說我要提出說 回應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因為 當然大家今天要討論 討論Face的問題 那我想要稍微拉回來 有關於民意這件事情 或我們是習慣會看到的哪一些現象 謝謝光臨 好 我想要問的問題 可能跟做死刑比較沒關係 不過我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 我們不可以為了工中利益 所以去限制 就一個人權 或是剝奪一個人的尊嚴等等的 可是我們現在是因為優生學的關係 我們就限制了 例如說 親戚或是有選關係 也不可以結婚生小孩 這件事情 那我知道德國好像現在已經公佈出了 他們之間是可以有婚姻 是可以有婚姻關係 但不能就是生小孩之類的 這樣算算一種就是 因為工中利益而剝奪人權的一個例子這樣 好 那現在誰要先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問說 警察是被害者還是加害者 對 因為警察又有刑囚啊 什麼之類的 那 風哥沒有 有沒有 如果 如果能夠 你知道 就是說找到警察刑囚的證據 我覺得 警察基本上就是犯罪 你知道 那他當然也是一個加害者 那我覺得 因為刑囚而得來的證據 我們 就是我們應該是認為這種不能夠成為證據 那 因為你是用另外一種 那 這種其實是一個暴力的方式得來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 我在 法律的這個整個思考上面 我其實 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 法律上面一定有他的一個脈絡可以去談這個事情 那 可是 任何的刑囚 我們完全就是 從一個平民的眼光來看 這種事情是基本上是不能夠容許 容許 容許發生的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如果在正性責案來說的話 因為裡面牽涉到的警察還蠻多的 那裡面有警察是被害者 當然也有警察是加害者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 某種程度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肯定 就是警察這樣的身份在我們社會上的必要 而且很多時候他們的確就是担負起一個很危險 然後很辛苦但是也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但是你 同時你也可以發現就是有很多警察是不盡責的 那我們有時候在講警察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你們不能夠 就是你們為什麼只看到警察的壞處 或是我們在講法官檢察官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那你們為什麼只看到法官和檢察官 可是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每種職業都有好人跟壞人 只是他們是公權力 因此他們的公權力的濫用會影響到更多的人 我可能做錯一件事情 我可以影響到的人是少的 可是一個警察 一個法官 一個檢察官 甚至一個律師的犯錯 是會影響到更多人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從個案來講 它裡面有加害者 但是裡面有被害者 所以我們對於正性責案裡面被害的警察 我們當然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們也覺得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生命的消失是難過的 但是我們對於後面的那些警察 包括用刑囚的方式 包括他們說謊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們當然是覺得神奇 而且我們覺得他們應該要被究責 你唯有每一件事情一碼歸一碼 犯錯的人就是要究責 然後才會讓下一個人知道說不應該犯錯錯 如果說你不究責的話 那大家都知道說OK沒問題 就像江國慶案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想要究責 我們想要讓那些當初那些 那些成造的那些人 我們希望究責他 我們希望他們去還那個錢 可是好像我們的司法很捍衛他們的權利 那可是如果我們沒有究責的話 其他人就會覺得說沒問題啊 我做這樣的事情反正也不會被究責 因為我就是一個有權勢的人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影響 跟很不好的一個概念 然後後面 我有點忘記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說基於公益的影響 限制這個資料 我覺得我剛才比較提到的是說 因為剛才那個人是問說 就是基於公益的公眾利益來說 要有死刑 那我說我的答案是說 我覺得一定有另外的方式 可以替代死刑來達成公共利益 那我覺得那個法官在做這個判決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好好的想 但是我當然反 就是我對意思說 對於同志 婚姻同志平權這樣的概念 我們是支持的 我一樣的答案也是這樣 一定有另外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不覺得他真的影響到所謂的公共利益 他到底就是同志 對不起 我問了你的同志 可能是尤其是關系的小組小組 洗兩妹 日均所有的 日均結婚 日均結婚 哇真的超過我的理解的範圍 我不曉得 因為我覺得有這樣子的 就是我覺得近親不應該 那個讓律師來回答 因為我學習到一件事情 就是律師總是有答案 所以我覺得我要把麥克風交給他 這件事情 這個情況是這樣 如果有人問我民法的問題 我就說我是刑法人 但是我試圖的回應一下 事情是這樣 劉邦陸顯揚 他說殺人即死 殺人則死 傷人即到底罪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說 殺人則死這樣好 不是在討論說 殺人不應該有罪 那殺人罪這個存在的目的 本身就是基於一個公義的理由 去限制大家殺人的自由 所以你如果問我這個的話 我也是理由 我從前在冰天雪地裡面 我在德國是讀康德 康德的哲學 他就 你怎麼說什麼 你說什麼 就是說 Defreiheit Freiheit就是Freedom Defreiheit就是Iner Mistifreiheit就是Inder 那還 Frei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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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一個人的自由 康德回答說什麼是法 法是什麼 法就是我這個個人的自由 跟另外一個個人的自由 在一般的欲則下 可以普遍的共存 這樣才叫做法 所以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限制一個人殺人 殺另外一個人 當然要 不然你就會變成 那個霍布斯講的那種 那種 自然狀態 就是自然狀態 所以這要限制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說 好 殺人則死 傷人即盜罪 那我們現在的討論是說 要怎麼來限制 那就是像 心裡或是剛才馮兒講的這樣子 你是不是一定要處死 那就是說兩千年來 人類社會的嚴禁 就是說 就順便說 回應 總理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有時候陳明堂 陳明堂 我告訴他 他是愛恨情仇 他這個時候 法務部殺了流原果 第二天我告衰 我竟然去 這個三軍軍官俱樂部 就是因為他在那個 最高 那個高等法院民事庭的後面 我跟一個人去吃飯 陳明堂就這樣走過來 後來說 我跟你講 柯文哲不是拿的國旗有沒有 那在錄 那在錄 我真的晚點可以體會那種感覺 我是非常難過 那有時候他們在講國際趨勢 不再能死刑 反對統治 我也在想說 這是不是在講我國 這個基內維亞灣的友邦 叫做基 這個 這個叫那個叫什麼 對 就是 那個聖多美籍普林西比 就是說 怎麼會這樣 所以 這般都 因為兩千年以來 就是說 一直不斷的 有一些新的進展 才對 所以 還沒講到這個近親的這個問題 這就是分裂說 你那個界線要拉到哪裡的問題 譬如說 我們一直在討論通姦罪 為什麼 就是說 被人家清到嘴麻掉 然後戴著安全帽走不開 這樣為什麼不行 就是說 這樣到底 侵害掉誰 有必要去 基於公義的理由 去限制阿基斯 跟另外一個人的 這個 嘴麻掉嗎 覺得 好像怪怪的 那到底侵害了誰 那近親結婚的理由 可能也只是基於 那一個 優生學的考量 如果假設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或者是說 你在胎兒在16週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羊毛穿刺 透過頸部透明帶 透過其他的方式 能夠了解說 他沒有唐釋症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排除這樣的 因為醫學還是會不斷的進展 所以我覺得那個限制 一直是可以調整的 我的想法是這樣 好 還能這樣進嗎 我要再讓大家問問題 好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問那個台下其他的人 我想回應一下 就第一點你把 警察 警察 他是一個個人還是一個群體 對 這個概念你把兩分法 我覺得這是 有一點有帶上去的 因為 單純是每一個個體 他都可能只有他的一個複雜性 就單獨每一個警察 他可能在不同的個案 他扮演一個 可能是一個加害者 或是一個 維護這個社會 社會體系 公平整理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更何況是一群人 我會覺得那樣子的分法 可能會 對 需要想一下 好 來 有沒有人要再問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讓 先禮跟鳳哥做的結尾 那沒關係 你有什麼問題 欸 好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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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場收音可能太好 好 那個 就是 在問題之前 就有一個東西想講 是說 就是剛才鳳哥講到說 他說 以一個比較高 high level的人權的方式 來面對這個 所謂被問到說 如果你的誰誰誰被怎樣的話 你會不會廢除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回到 所謂被害者本身 所以你應該問被害者說 如果哪一天你被殺死的時候 你知不知死那個殺你的 你應該被阻止刑 但這個問題我們問不到 因為突然有關落意 可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在那個 被害者家屬的部分 被害者家屬這樣 他就沒有那個 權利可以去要求說 你法院或者說社會 要判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權利就來到 法庭的手上 那 好輕鬆 我想要我講錯什麼話 好 好 就是 在那個法庭上的時候 法官在做這個判決的時候 他說基於公益的理由 可是這個公益的理由 他可能是 行使國家對於統治的需要 或是真的 因為人民有 因為這種人放出來 回到社會上 會有那種恐懼 所以他說基於公益的理由 可是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好像在某些論點上 聽起來好像說 國家是用民意 或者說公益的理由 做一種藉口 然後來行使 他不想廢除死刑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 不與這個民意上 就是像剛才那個執行長 所秀出的那個民意調查 其實就是很多人 都不想要廢除死刑 即使有跟他講過一些 替代的方案 他還是覺得說死刑不該廢除 那在這個計畫之下 民意調查是不是 我們只單純的把它理解成 是國家來做為 不想廢除死刑 或是說所謂政治意識的一種工具 我覺得想看一下 聽一下各位的意見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樣的狀態啊 就是這樣的 國家去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做了譬如誤判死刑 後來如果調查說他是誤判 但是這個下這個判決的人 跟去執行死刑的人 為什麼他們可以用錢的方式 來彌補他們的過錯 而不是一命長命 如果你要講的話 應該是法官也要死刑啊 因為你判錯人 那為什麼國家跟個人在 面對殺人這個同樣的行為的時候 卻負了不同的後果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問題 想要也請問律師 或者是執行長 OK 如果你這一招 我覺得蠻讚盡 如果誤判的話 法官要判死刑 這樣應該會比較謹慎一點 法官在死刑的時候 必須要行政力 對 好 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對 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好 鴻哥先講 就是 可以結論 對 可以結論 沒有 剛剛那個 法官如果誤判的話 是否要判死刑 我覺得這是今天我聽到的最建設性 對 真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來玩邏輯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邏輯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說我們今天 當我們在各項議題裡面展開辯論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看誰的邏輯比較強 那一個人有沒有邏輯 他其實背後 他必須要經 就是說 所謂的那個 武俠小說裡面講 那個 人多惡邁一定要打通 你才可能會有這樣子的思維出現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你的人多惡邁是打通了 是不是 所以才會提出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就是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 這是就是說 其實 從 我們之前給我報報的 給我報報這樣子的惡搞的這種文體 它其實 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要用別人的文法去玩他們 就是說 整個就是說 你如果無限上綱 我也無限上綱 就這個概念 所以 你剛剛提的這個概念 其實我覺得 當然就是說 弄到最後 這又跟我們剛剛今天談的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止情止情 其實是相違背的嘛 對不對 可是 你就是用了一個這個大的概念 去嘲笑他 去譏諷他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倒是今天 我聽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個 可以去讓那些法官 稍微思考一下 稍微 因為某種的這種驚嚇 你知道 他們可能會更認真的去這個 你知道就是說 判案或者是 去審視這個整個的資料 案情 我覺得 這個會是一個今天 就是說非常有趣的一個概念 我很羨慕馮哥 就是 他就是 惡搞是應該的 然後 回答你的問題的話 作為一個 廢死聯盟的域行長 如果說一個法官 判錯要被判死刑的話 我也只能說 那我會捍衛他的權利 我必須要反對這個法官的死刑 所以我說我羨慕他 我覺得 談到民意這件事情 我想到一件事情是 就是在國外 剛才宗理有談到就是 政治意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可以引導一個國家廢除死刑 那他們事先有理念 然後他們覺得這是對的 所以他們 運用他們的政治意志 去說服民眾 然後去廢除了死刑 很多國家他們的狀況都是 在還沒有廢除死刑的時候 民意是比較支持死刑的 但是一旦廢除死刑之後 事實上民意是漸漸傾向於 不支持死刑 那有很多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發現說 喔原來你必須要 你沒有藉口 你必須要更 直接的去面對很多的犯罪問題 你不能夠用一個 我已經執行死刑 當作藉口來回應 大眾對於安全的這種需求 但是 可是你知道就是 民意這件事情 有時候很多人就說 那可是在台灣 你必須要很悲觀的講到 就是說在其他國家 法國做一個 西歐最後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 他們是因為密特朗 是因為巴丹戴爾帶領的 所以他們說是政治精英的決定 很多人就說 我們是政治精英的決定 我說他這樣子是有點 誤會了廢死聯盟 原因是因為台灣並沒有所謂 台灣有政客 但是台灣沒有政治精英 沒有政治家 所有的人他們的 對於死刑的一個理解 跟對於死刑的想法 就跟一般人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帶領我們往前走 那所以這是我們現在的困難 因此對於我來講 就是說我們想要說服民意 想要跟社會大眾做溝通 同樣的我們也想要跟政治人物做溝通 因為他們沒有比你們更厲害 他們沒有比我們更厲害 他沒有比一般我們在社會 就是在街上遇到的任何人厲害 這是我覺得台灣比較危險跟可惜的地方 是我們沒有一個有理念的政治精英 可以想清楚 或者是即便他們很多人 他們可能心裡面知道說 死刑是有問題的 死刑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可能會魅於全票 或者是看到 所以他們不願意特別站出來講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會覺得我們台灣大概很難有一個 就是我覺得很難有一個 就是說好那我就是政治人物 我就是拍案拍板決定 我當然很希望有這樣 因為我之前2006年 台灣停資死刑執行的時候 那時候國際間的一般的趨勢是說 你只要10年停資死刑執行 大概那個國家就不會恢復死刑 然後大概漸漸就會廢除 所以我那時候打算是 我2007年接FACE聯盟執行長 我的打算是我2016年要退休 但是後來發現 這是一件很難達成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能夠做的事情 是跟社會大眾溝通 跟政治人物溝通 然後一點一點的跟他們做對話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辦國際研討會 或者是我們會提出死刑替代方案 或是我們會想辦法去找出經費 來做民意調查 是我們想要說服他們 讓他們不要就是只是想要擔心選票 然後不願意更進一步 某種程度我覺得我們也在 我們也想要幫大家監督 讓政治人物可以進步 就是他們開始是有想法有理念的人 又不是只是關心選票的一些人 對 回應一下你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318之前進入香港 就是說香港有一個 好那就不要講 總之就是說跟一些香港人一起聊天 那是香港 他在1993年的時候廢除死刑 香港亞洲的這個地區廢除死刑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1993年 因為香港是因為英國統治 不是不是 香港在那個 那時候是英國統治 但是為什麼是1993年 他在1842年的時候就 就割讓給這個英國 是因為什麼條約 重點 重點 重點就是 為什麼是1993年 我告訴你 因為97快要到了 你會怕嗎 97之後 然後 解放軍就要入港了 你當然會很抓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一般人的想像 其實非常簡單 死刑會作為 可能會作為一個 當權者 整肅一級的工具 就像馮哥為什麼要一直在挑戰 馬進 對啊 就是一個濫用 統治者他就會濫用他的權利 那濫用權利的極致就是 把你給 就是你剛才問了萬里 把你給不存在化 把你消滅 對吧 所以 你說你現在有事情的 那個 那個雨傘革命 的這些人 搞不好你就 你就吵了 所以其實台灣人 某種程度跟 香港 事實上有 相當類似的地方 那我去 我去的時候 比如說那個大陸的律師 在報告說 報告到一半的時候 我可以坐著嗎 不然他說國語 我可不可以坐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被 入獄啦 律師被抓去關 58天 被打 打到這裡 脊椎都壞掉 因為他是村民的律師 然後 那個 那個警察就把他當作是手磨這樣 抓起來關 打了半死 他說 你坐 你坐 那我就是在介紹 紅暗 我介紹紅暗 其實就是把那個 YouTube上面 紅暗的影片 三分鐘 25萬人 那個放出來 全部人都非常的羨慕 很羨慕 很羨慕 是香港的律師 那個都 都是 就像香港的孤立雄 一直跟我講說 哇 大家我去的陣子 都只有五個人而已 我的朋友都沒有人 我很怕 結果後來 我在電視上看到 那個 他們的這個雨傘革命 我真的感動了痛苦流涕 因為那些律師 當晚也都被抓 但是 我了解到說 他後面不是只有五個人而已 而是有很多人出來 所以 是不是會變成一個 統治者物用的一個工具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就像 馮哥剛才講 那個560年代 坦白講 我在當兵的時候 在國安部台南監獄 我告衰 在國安部台南監獄做監獄 國安做了一年多 然後他的前身是 國安部太遠感性監獄 我晚上看那些卷宗 大概來 很多種死刑死刑死刑 那裡面還有他的家屬什麼 我自己 很多找稻田大學法醫系畢業 夭壽 那什麼 京都大學法學碩士 就這樣 就沒有了 所以 就是說死刑這個東西 基本上 作為一種 這個刑法的存在 是不是真的懲罰到 真的應該受懲罰的人 我自己本身是 非常的存疑 好 好 現在 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結 結尾 好 我們現在做結尾 一二三 上 來做過結尾 鴻哥要不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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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等一下結尾 有什麼 對不起 我還沒有結尾 我要講一下 就是我想要講一下這張圖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在臉書上面分享一個新聞 是美國的新聞 然後是有一個大概十六七歲的一個黑人小孩 他在七十幾年前被判死刑 然後就執行了死刑 然後看到後來在七十年之後 就是重新的被證明他是冤枉的 然後那是因為他的家人就是奴隸不屑 雖然那個人已經死了 可是還是被證明冤枉 那這在台灣來講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個時候有一個法官 他是台南地院的法官 他就 他就在臉書上面寫了這一段話 那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還蠻感人的 他講說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刑事訴訟程序 天底下沒有不會犯錯的法官或陪審員 我們保留了死刑 也就保留了冤魂的席次 只是不知道那些座位已經坐的誰 以及將來誰會坐上去 那當然很多人就會講說 你們每次都在講冤案 每次都在講冤案 我必須要講說 對我們來說 冤案的標誌 當然完全沒有做人被錯判是冤枉 但是有些不該被判死刑的人 被判死刑也應該是冤枉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的標準來說 沒有人應該要被判死刑 但是還是的確有一些 在我們目前48個死刑犯裡面 有很多的案件是我們覺得有問題 但是有些案件是我們經過的 我們拿到了比較多的卷宗 比較多的資料 經過冤獄平凡協會 經過思改會 經過費死聯盟 我們覺得那它是有問題的案件 所以我們公開的救援它 我們就說它就是個冤案 包括邱和順 包括鄭信澤 包括謝志鴻 但是裡面也有案件是 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 我們覺得這案件怪怪的 怎麼看怎麼怪 然後可是我們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資料 所以我們沒有通過神案 我們沒有說 目前還沒有說它是冤案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困難的 就是我們不是握有資源的人 政府才是握有資源跟所有資料的人 我們只能努力的想辦法要 但是那個速度是緩慢的 因此那個速度緩慢到 大家如果記得去年四月份的時候 我們執行了五個死刑犯裡面 剛才除了劉岩國之外 還有一個杜氏兄弟 杜氏兄弟事實上就是我們說 我們覺得是有問題的案件 但是他就被執行死刑了 我還記得那個場景是 很多人就說你們冤案是 就是你只要執行罪證確鑿的人 冤案你不要執行就好了 你就可以保留死刑 可是我們事實上證明 我們沒有辦法區辯 到底誰是冤誰是不冤 誰可以殺誰不可以誰不可以殺 我永遠記得在去年過年之前 那時候我們辦公室已經四個人了 大家都開開心心的要去過年 我就問我同事說 我們要不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死刑犯名單拿來再看一遍 然後我們重新再討論一遍 每一個案件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時候我們就講到 講到杜氏兄弟案件 我們就想說我們要開公平會 我們要跟那個兩岸服貿協議 我們要請賴中強律師來談這個問題 來談司法互助的危險性 來談說他的案件的那個 券證資料只從中國來 沒有在台灣的法院 經過檢證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我們講到做這個 做那個後來就來到的三月的學運 然後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很多時候冤案的確它不是廢除死刑的唯一的理由 但是你只要想想如果你是 你是 你是他的家人呢 那我會覺得 我很高興有一個法官他願意這樣翻行 然後談這段話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不見的那一段話 然後我們在後面 不曉得鄭信澤在哪裡 OK 如果你們等一下還有時間 然後你們也願意 如果還不了解鄭信澤案 你們可以上網搜尋 我無罪我是鄭信澤 然後如果你們願意跟他拍一張照 願意表現你們支持他的話 那你們可以跟他合拍一張照 然後你們在網路上面可以 tag鄭信澤 或是用hashtag鄭信澤 就是都可以 然後就是作為我們今天的一個小小的一個結束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今天的主持人跟講者 好 那請大家再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他們 好 這我們剛剛沒有講到 因為你看哲武器 他平常是沒有在幹嘛的 就是都是靠著一群志工 然後每個禮拜 大家來做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像我們今天 我們每個禮拜的講者都不一定 他有時候可能來自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希望幫他們準備車馬費 所以這裡有一個抑注箱 如果大家有 可以的話 幫我們抑注一下 不管是一千塊或是一塊 我們都會把它算清楚 好啦 那個 鄭信澤那個立牌 我們會有哲武的志工 我們會可以幫大家拍照 所以說大家待會有 有空可以進行拍照 不是那個 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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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衣柱箱就會放在 真心者這個旁邊 經過樓梯的時候 請關注這兩個東西 把它傳到後面去好不好 不好意思 那個 真心者那個案子 他想想樓下還有一些文宣跟DM 大家可以如果待會有需要了解 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一定要再宣傳一下 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的哲學星期五 在民族路35號的好辦 我們這禮拜要來談的是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幾天空氣又不太好了 我們就是要來談所謂的PM2.5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禮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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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區再生基地 在哪裡 在台中市中區的69號2樓 就是旁邊 欸哪邊 好不管 那邊 那邊7樓上的2樓 我們這幾天星期五會跟中研院的社會所的合作 要進行一場是 學運人的政治志業 有許多 會有好幾個 好幾個雨潭者一起來雨潭 那也歡迎說禮拜五跟禮拜六 能夠繼續來看到大家 然後來參加哲學星期五這樣子的活動 那今天晚上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 我稍後講一下我們禮拜六哲學